女士们先生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来到东莞篮球中心来参加华为的开发者大会 我想今天我们在这个机会也特别感谢东莞市委市政府 给华为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场地 最后两天后面两天的这个研讨我们也和大家也会到华为的美丽的松山湖园区来去进一步的去研讨讨论我们的开发 我想今天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时代 我们处于这个智能手机 广泛普及应用非常丰富 生态非常丰富的时代 同时我们也处在一个AI来临 5G来临的这个时代 AI和5G也赋予这个时代以新的一些特征 所以我们说我们真正的AI全场景智慧化时代正在来临 我们想我们今天我的汇报的题目是 如何能打造全场景时代新的体验和新的生态 在这个汇报之前我想向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华为消费者业务的情况 过去8年我们华为消费者业务持续保持的高速增长 8年我们实现了68倍的增长 从全球 从中国和全球都排不上名次的中端厂家 要成为全球前三大智能中端供应商之一 我们去年花货量超过了两亿台 但今年我们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 尤其在在美国制裁的这种情况下 贸易战这种情况下 我们仍然保持了超过24%的增长 花货量接近1.2亿台 1.18亿 就是我们每个季度6000万台 其实因为制裁可能我们第二季度 可能少了这个差不多1000多万台 否则的话我们可能是1.3亿台 这种智能手机的出货量 然后我们智能手机保持的高速增长 但是我们的PC 我们的智能音频可穿戴设备等等领域 保持了更高速的增长 超过200%以上 甚至300%的这种增长 如果没有今年这样一个制裁 我估计我们今年每个季度 就6789 就一季度6000万 二季度7000万 三季度8000万 后季度9000万 六七八九加起来 30个meeting 就像那13亿台 如果今年没有制裁的话 贸易战的话 我想今年有大概率的事件 我们的花货量 已经成为全球第一 但是即使有这种制裁的情况下 我说我们仍然保持了 这样一个高速的增长 增长的速度下来了 但是我们仍然又保持很好的增长 我们的市场份额 在中国超过了35% 就没卖出三台手机 就一台来自于华为或者荣耀的 我们的中国两个品牌 我们在全球的市场份额 上升到17.6% 与第一名的非常接近 应该说如果没有这种贸易战的 这些新因素的影响 也许我们在第二季度 可能差不多市场份额 全球第一或者并列第一 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 我们应该是在市场份额 全球第一的位置 但今年我们因为不确定的这些因素 我们今年可能我们会 在全球市场份额 应该做全球第二的位置 今年恐怕做全球第一 可能是还有点难度 恐怕是做不到 我们华为倡导的 HiLink 这个智能家居 是我们HiLink协议 大家知道家电 所有的我们进入万物互联 万物智能时代 IoT 我们说所有的这些东西 家电都会智能化 智慧化 但是这样的话 我们每个家电厂家 如果都推自己的标准 实际上是很难的 因为大家无法实现互联互通 华为是传统做通信的企业 我们推动和成立的这个标准 HiLink标准 得到了业界广泛的支持 中国的家电厂家和全球海外的知名品牌的 包括像博士 西门子 松下和国内的主流的大品牌的广泛的支持 这样成为一个最广泛的支持的智能家居协议 目前已经有超过260个品牌 3000多万用户 1.4亿的IoT设备 其实这个数量每周每月都在迅速增加 我们为HiLink这个智能家居 不仅停过大家互联互通的标准 而且我们有芯片支持 我们的零销芯片 我们的PLC 我们的WiFi等等这些芯片 来提供了 为这个智能家居提供了助力 同时 我们华为是业界第一家 在智能终端中引入了AI的 我们从70的970开始 我们到980 我们都引入了AI处理器 在手机中 我们叫NPU 但是同时我们在发展我们的AI生态 我们打造了HiAI的开放平台 能引领端策的AI的体验的创新 目前已经有超过2500家合作伙伴 支持了超过240个算子 以及超过33项的能力引擎的API 和5000多项原子化服务 而且这个能力在增加 在不断地增加中 我们每天的调容量都非常巨大的 每天 他们告诉一个数据 每天我们的AI的激活调容量 250亿的发动量 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可能超出我们以前大家的一些想象 就是大家的应用开发者 应用调用的AI的能力 这个越来越多 同时华为的云服务在高速发展 我们华为中端的云服务 我们支持了全球的 5亿多的注射用户 华为用户 当然我们每年增加2点几个智能手机 还加上其他的设备智能中端 我们每年可能增加3亿多台 我们到现在已经有5亿多用户 而且在全球170多个国家 我们部署了15个数据中心 我们支持 目前已经有91万应用开发者 在华为的平台上在开发 同时我们非常重视安全饮食保护 我们严格地遵从GDPR和GAPP GDPR是欧盟的标准 这样的安全饮食保护规划 同时从去年开发者大会的时候 我们发布了药芯计划 药芯计划我们的目的是 就是鼓励和支持开发者 创新的智慧服务 我们在目前有覆盖的9大领域 有245个应用 有千亿次的给大家提供的 开发者提供的曝光 而且我们已经发放了 药芯的资深资金券 有超过2亿元 我们说未来5到10年 华为消费者业务 我叫华为的QC业务 我们这一块业务的 长期的战略是 全场景智慧生活 全场景智慧生活战略 全场景这个战略 是我们未来5到10年的 一个长期战略 我想支撑未来的 全场景智慧战略的话 有一个核心 我们提供两项 一个是全场景的 全连接的智慧生活 另外我们一个全场景的 智慧化的用户体验 提供给消费者 这核心的一点 就是一个驱动 就是我们AI AI人工智能 我们为同时打造了 服务和硬件的 两个生态平台 而且我们支撑的产品架构 结构化的产品 就1加8加N 1加8加N是什么 待会我再介绍 就是华为的自研产品 加上我们的生态产品 合作伙伴的产品 一起来做这个 我们说1加8加N 1是我们的智能手机 8包括我们的PC 我们的平板 我们的车机 包括我们的运动健康 我们的穿戴 我们ARVR 我们的智慧大屏 我们的智能音箱等等 这8个领域 是华为参与的 自研的产品 1加8 N有大量的 就是IoT设备 就是非常广泛的设备 所以我们为消费者 衣食住行 全场景 提供智能的 智慧的服务 不管你是在家里 还是出去运动健康 还是去 在出行的路上 还是去办公 我们在各种生活场景 我们提供无缝的 智慧化生活体验 通过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来提供 我们说今天 我们进入了万无互联 万无智能 万无互联的 全场景的智慧化时代 在这个时代 我们需要全新的体验 和生态打造 那打造这样的一个生态 我们需要 有更强大的OS支撑 过去在PC时代 我们的Linux Unix Windows 到处到Windows Windows Mac Mac OS 但这样的操作系统 它是 应该是说 从伴随着 我们PC这种产生 服务器这种产生 设计出现了 后来从这些年 最近的10年 我们进入了 移动互联网时代 智能手机 广泛普及的时代 我们有大量的 手机的OS 平板的OS 手表的OS 我们大量的 这种智能终端 出现 但在未来 万无互联 万无智能 这样的话 大量的各种智能化设备 各种各样 IoT设备 它的形式非常多 我们是不是为 每一种硬件 来开发它的OS呢 那这样的工作量 非常巨大 而且开发工作量很大 而且这种 也是非常非常复杂 这样生态能够协同工作 也是非常复杂的 另外大家看到 我们今天 不管是苹果的手机 iOS 还是我们的安卓 它们都是基于Linux Unix Linux 这种内核的发展的 Linux和Unix 原来是一家 这样的内核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内核 像我们举安卓 举例 安卓操作系统 有超过一亿行的代码 光内核这一项 就有超过2000万行的代码 虽然是开源 非常复杂的 这可能 可以是一个庞大的内核 但实际上我们的安卓 我们平常安卓手机用户 安卓我们真正的应用 真正用到的 可能只有内核中的 差不多只有8%的代码 来真正使用的 如此庞大和冗余的这种设计 实际上很难以保证 这种流畅度 大家知道安卓手机 我们小于2G的内核 基本上跑不起来 至少一般来说 需要3G以上 大家现在配6G 8G 其实都非常 大家知道 成本也非常高 其实占用资源的效率很低 但我们很多的IoT设备 将来它的内核非常小 这样怎么去运行 还有我们 今天我们 多种终端的这种出现 也对我们安全提高了 更高的要求 大家知道我们有支付 包括我们像这种 车钥匙 我们都可以用手机来实现 我们的银行卡 我们的指纹 我们的人脸 我们的身份证 等等这些 我们都可以用智能终端 对这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 我们像各种各样的 各种形态的终端 如果这些终端 都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时候 像每一个人 可能都拥有多种终端 但如何能够保证 更好的安全性 这也对我们提到更高的要求 对我们的设备 对我们的操作系统 还有今天 我们的操作系统 都是为不同的硬件平台 比如手机 有手机的操作系统 手表有手表的操作系统 车机 我们的这种 PC 各个领域 都有自己的操作系统 我们现在操作系统 都是为特别的硬件来开发的 这样会造成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开发的工作量 都是割裂的 生态 我们的是 软件的生态和硬件是绑定的 这也降低了 我们用户体验 也增加了 大大增加了开发工作量 如何能够让开发效率更高 如何能打破 这个设备之间的墙 能够实现生态的共享 能够实现跨中端的体验 这对我们OS提出的要求 今天我们看到了 今天谷歌的OS 安卓操作系统 以前安卓的平板 它现在未来放弃了 这个安卓的平板的操作系统发展 未来转向了Chrome Chrome PC Chrome平板 我们手表 安卓有Andreware IoT 有安卓的IoT Things 你像呢 但是呢 我们像我们知道 谷歌的这种操作系统 它是基于红内核的 Linux的 红内核的这种架构 它不是微内核 我们苹果的像这种操作系统 它也是 你看最近苹果发布的平板 它有它的平板的OS TV的OS Watch的OS iPhone的iOS 等等这种 Mac的OS 不同的设备 提供于不同的OS 所以它虽然不是完全是 它主要是红内核为主 它可以说是混合内核 也在引入一些微内核的一些东西 可以看到 这样的话就是设备 操作系统和设备 种类是割裂的 就为不同的硬件来开发不同的OS 这样的事情非常复杂的 大家可以看到 未来的操作系统 因为操作系统 不管是Linux Unix 还是Windows 这些的发明 已经有几十年了 从PC出现这个时代 已经出现时代就产生了 但是未来的操作系统 是什么 大家知道 谷歌也在开发 下一代操作系统 Future 它是微内核的 未来的操作系统 应该的架构 是微内核的架构 应该要可适配 各种各样的硬件终端 但是像Future 目前还不是分布式设计 它的性能还有限 它还不够好 但是它是微内核的架构 可以看到 我们整个操作系统 未来的发展方向 应该是微内核的 我们说 我们要为 全场景智慧化时代 要提供面向未来的OS 我们希望要能实现 多终端的能力共享 互为外设 我们希望 这样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 我们所觉得 我们的手表上没有摄像头 我们可以用手机的摄像头来照相 我们觉得我们PC的相机不够好 我们可以用手机的 我们设备的硬件 可以直接 在同一个用户账户 能不能实现共享互用 我们系统硬件 系统和硬件能够结构 能够实现弹性部署 我们希望 应用开发 一次性开发 多种形态的终端 能够统一部署 能够直接 同时我们希望 操作系统能让 终端的运行 APP的运行 更加流畅 更加安全 我们如何能 打造 面向未来的OS 今天 我们带来了 华为的 鸿蒙OS HarmonyOS 基于微内核的 全场景分布是OS 大家这个鸿蒙 用咱们 中文的意思 可能有开天PDD 最接近的英语单词 他们说Genesis 就是创世纪 或者开天PDD 但是我们想 用汉语拼音来表达鸿蒙 可能太难发音了 我们许一个Harmony 我们希望 跟这个世界 带来更多的和谐 跟大家带来 更多的方便 我们说 我们的鸿蒙OS 它是全世界第一个 基于微内核的 全场景 分布是OS 基于微内核的 不仅我们一家 刚刚说的Google 也在做 下一代超市系统 非语小也是微内核的 苹果 我看他们的超市系统 也在往微内核 方向去发展 但是它目前 主要是以 红内核为主 但是我们不仅 是微内核的 我们同时 就是全场景 面向AI 全场景 分布式的OS 我们有分布式的 架构支撑 能给大家带来 天生流畅 内核级的安全 和生态共享 首先看我们的架构 这是我们 鸿蒙OS的架构 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最底层 是我们的内核层 上面是我们的 基础服务层 我们的程序框架 通过这些东西 我们的framework 我们的支撑 各种不同的设备 包括我们的 智慧大屏 我们的穿戴 我们的车机 我们的音箱 我们甚至我们的手表 穿戴 我们的手机等等 平板各种PC 等等各种各样的设备 我们通过一套系统 一个OS 实现模块化的节奥 对于不同的设备 可以弹性部署 不管这个硬件能力强的 还是硬件能力弱的 还是哪方面的系统 我们都可以一套操作系统 可以统一在 不同的硬件平台上 加载进行部署 同时 因为我们强大的灵活的 这种全场景的 丰富中单 统一部署的能力 就可加载 可根据硬件能力 来进行加载的能力 我们可以实现 现在像PC 像手机 平板这样的 Gb 存储空间的 我们可以实现 多少兆B的 多少兆存储空间的 和多少KB 甚至IoT 只有多少KB的 非常小的存储空间 低成本 低功耗的这种 这样的设备 我们一套OS 能够运行在 不同的硬件能力上的 去进行部署 适配这种丰富的 万无互联 万无智能时代 这是IoT时代的 这种能力的超速系统 同时我们采用了 分布式架构 我们分布式架构 手是用于终端的OS 是真的实现了 跨中端的无缝的系统 这分布式架构 包括我们下面 分布式的软种线 我们的硬件能力的虚拟化 分布式的数据管理 以及分布式任务调度 我们的硬件能力虚拟化 为共享资源 在我们的分布式软种线 能够连接 让分布式软种线 能连接不同的中端 你看我们中端的 显示能力 我们的摄像能力 我们的扬声器 麦克风这种通信等等 传感器和计算 等这种各种能力 都是一种资源化的 这硬件能力的虚拟化 资源化 我们通过我们的 分布式软种线 让我们的 通过我们的操作系统 分布式软种线 让我们的同一用户 账户 就你一个个人用户 你那些账户下的 多种终端 能够实现 能够实现 在硬件能力的 跨设备 跨终端之间的调用 我想这两天 待会我们可能 我们同事他们会后面 他们会给大家来 Demo一下 怎么样通过我们的 软种线 来跨设备 来调度 调用这个硬件能力 这是业界 目前在操作系统 从来没有过的能力 是华为第一家 能实现 跨终端的 我们的这种能力 这种硬件 虚拟化的这种能力 同时我们的 分布式软种线的技术 也带来了 极简的协议 提升了 大大提升了 这种性能 这个是我们的 七层的网络通信的 七层标准的通信的模型 从物理层 数据电路层 网络层 到传输层 绘画层 表示层 到应用层的 这种标准的七层模型 我们TCPIP 我们的网络通信 这都有基于 这种七层模型来做的 但对于我们操作系统 来做的这种 分布式操作系统 分布式软种线 我们对中间的 四层通信协议 进行了简化 如果不做简化 我们每一层 都会增加额外的包头 增加开销 所以在这样的话 我们是 让传输更加高效 更加简洁 更加快捷 实现了基减的协议 我们分布式软种线 能带来到低食言 高吞吞吞率 吞吞率达到 1.2G比特每秒 和高可靠性 甚至丢包达到 25%的时候 仍然能保证用户体验 我们说我们的 鸿蒙OS 它同时要给大家带来 天生流畅的 这种性能 大家知道 现在目前的Linux 就好比这个高速公路上 它是它目前的 操作系统的设计 它是所有的应用 所有的东西 都是支援调路 都是平等对待的 所以面向服务器 服务负荷的 公平的调路模式 这样就保证 相当于 我在一个 举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 在一个高速公路上 就跑得快的汽车 跑得慢的车 甚至自行车 甚至卡车 它可以随便跑 哪个赛道 哪个车道 这样造成 有可能造成的这种 可能速度 很难得保证 需要快速 低实验的 快速的能得到 很难得的保证 那我们的 鸿蒙OS 快车 跑到快车的道上去 慢车跑到慢车的道上去 我们自行车 跑到最慢的 最外面的道上去 这样能实现 实时的负载分析预测 匹配应用特性 能实现精准的调度 能保证 确定性实验 能保证用户的体验 流畅 性能 需要 低实验 高性能的 能得到保障 这是我们用 这个 高速的路 来表达 做一个 可能一个形象的对比 想让大家理解 让我们确定性实验引擎 能带来流畅的 用户体验 能带来实验 详应实验 和实验的波动率 都得到极大的下降 同时 大家可能担心 我们的微内核架构 那我们近时间通讯怎么办 大家知道 我们操作系统 从发明以来 我们操作系统 对于极大的重要的特性 包括文件管理 网络管理 我们的内存管理 应用管理 进程管理 等等 这是操作系统 这个最基础的 我们红内核的话 直接就没有微内核 这一层 它就 操作系统就完成了 这个几项的 这项管理 说我们上大 80年代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学习计算机原理 学习操作系统原理的时候 就是这样 但今天 我们进入微内核时代的时候 我们如果大家担心 我们的微内核 进程间通讯怎么办 如果保证 进程间通讯的性能 我们华为的鸿蒙OS 保证IPC 进程间通讯的性能 我们做一对比 我们对 相比QNX QNX 大家知道什么 是车机上用的 像很多汽车上使用的 欧洲的很多汽车 都使用的QNX操作系统 我们对比Felixia 谷歌的下一代操作系统 我们有三倍到五倍的性能 进程间通讯效率 提升三到五倍 相比他们 同时我们很重要的是 我们为什么采用微内核 就是内核机的安全 我们从计算机 被发明以来的 我们的都是采用红内核的 那今天我们要进入 微内核时代 内核机的安全 我们的微内核 华为的微内核 鸿蒙微内核 已经投入商用了 我们在安卓 手机平板的其他设备上 我们已经投入商用了 包括从Meta20之后的 很多的 我们华为智能中端 都已经用了微内核 用了鸿蒙的微内核 它的微内核 我们用在第一 用在可指形的环境中 可信可指形环境中 我们用来做支付 人脸 人脸 指纹 人脸和支付 这种高安全级别的 使用了 我们手术通过了 形式化验证 形式化方法来 显著地提升了 TEE的内核安全 但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 不仅在TEE应用 今天我们发布了 鸿蒙OS 我们希望整个超级系统 未来都要使用 我们的微内核 这是我们关于我们说 微内核 它的优势 像我们传统的 对于我们 微内核 它是什么呢 它是形式化验证 什么呢 我们通过数学方法 我们微内核 通过数学方法 通过形式化验证 通过数学方法的 形式化验证 能够来保证安全性 传统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操作系统 我们的系统 内部总是有漏洞 你很难便利的 你的功能验证 你的漏洞扫描 你的模拟攻击 都很难保证 全面的覆盖 但是我们微内核 因为它内核非常精简 我们通过形式化验证 这个数学方法 能保证 绝对的安全 可以看到 我们的验证代码 我们能够保证 充分的验证匹配 能到每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形式化验证 我们的这种 从源头来验证系统 正确的有效的 安全的有效手段 大家知道形式化验证 其实这种方法 这种用于 这也会带来的问题 就是我们编一行程序 我们的形式化验证代码 就一百行 如果是红内核 我们两千万行的红内核 那我们需要多少 就二十亿的这种 这种形式化验证代码 那简直是 那是个灾难 没法做的 所以我们用微内核 我们用微内核 因为内核小 这样我们可以真正实现 全部的形式化验证 那个显著提升性能的 可靠性和安全性 过去这种微内核 形式化验证的方法 只是用于航空 和芯片设计 等等需要非常高安全的 高可靠 高安全级别的领域 今天我们把微内核 这种形式化验证的 那种方法 来通过用到了 我们操作系统来 用到我们未来发展的 广泛的操作系统来 因为我们的微内核 我们天然没有root 没有root 不需要root的权限 你看现在我们的 UNIX Linux 我们的安卓 你看这些手机 都会有root权限 如果一旦获得root权限 就像那种方法 你拿到这个大门的钥匙 你可以进每个门 每个房间 但现在我们的微内核设计 我们把微内核这一层 可以看到下面这一层 进行了这个 把线程调度 进程调度 芯片指令 这些试费 放到微内核里面 那上面呢 我们的 像你说 我的图形图像的调用 比如说我们的文件管理 我们的电源管理 内存管理 可能都可能有 受集到安全性的问题 但是我们每一个 都有单独加索 我们把微内核 对它隔离出来 这样没有一个统一的钥匙 能够开所有房间的门的钥匙 你不可能拿到一个地方 能攻破所有的地方 所以我们无需要root权限 我们微内核 无需root权限 外核的服务相互隔离 提供系统的性能 这样就是我们把传统的 红内核的这种方式 我们变成两层 一个微内核和外核 来实现过去红内核的 这样的一个系统 所以因此我们的更加安全 更加高效 更加安全 从源头来提升到 安全的级别 从现在全球的最权威的EAL 这样一个安全认证机构 理论上 过现在目前的操作系统 往往只能达到二级 甚至最多三级的安全认证 理论上我们的 红核OS应该能达到五级的 五plus 这样级别的安全级别 恐怕相似全球第一个 如果我们 我们也会参与这样一个测试 我们相信我们具备 这样五和五加的 最高级别的安全能力的OS 我们红核微内核 灵活的部署 是多数端能够提供 全场景多样设备的安全能力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 巨大的优势 全场景的OS 分布式的OS 通过我们的微内核提供的安全 今天当前 我们的 这个红核OS 当前的架构 我们内核里面还保留了 Linux内核 跑我们的Linux的应用 跑我们的Unix应用 跑我们的安卓的应用 都可以去 过去的应用都可以兼容 还有我们的红核内核 我们LiteOS是华为 为IoT过去开发的 非常精妙化的OS 只有几KB的这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保留了三种 上面是我们的分布式总线 我们的外设的外核 内核的一些管理 framework等等这一层 所以我们支持各种应用 能见证所有的应用 同时我们的华为的方舟编译器 我们的多中端的 开发IDE的开发环境 来支撑我们当前的 我们红核OS 但未来 我们的红核OS的发展 我们希望用一个 红核内核代替着 所有的这些 代替Linux内核 代替我们LiteOS 代替我们所有的内核 但同时我们通过外核 对上面的用户程序框架 framework API来支持所有的应用 包括我们的 让我们开发的 安卓的应用 开发的Linux Unix的应用 其他的应用 都能很方便的 在我们的 红核微内核的 这种操作系统上 能够运行 在我们的开发环境 开发语言 我们的支持多种操作语言 我们支持这种多种平台 过去的多种平台 开发的应用 都能在上面去运行 包括Web的 HTML5的 包括Linux Unix的 安卓的等等 这种应用 全部能够在上面运行 但是我们带来的是 更加安全 更加高效 更加高的性能 同时 我们说到我们带来的 最主要是 我们的分布式 全场景分布式 的OS 能带来生态的共享 大家知道 目前我们 为一个不同的设备 来开发不同的应用 我们为手表开发的应用 可能跟我们为PC 为平板 为手机开发的应用 不一样 但是这样就是为了 你们 各位开发者们 你们就会为了 不同的硬件 做适配 做重新的开发 工作量很大 那我们的方法是 我们希望 开发者一套代码 通过华为的ID 我们提供的开发环境 能够实际适配到 不同种类的中端端去 非常方便 我们用于 这样一次开发 多端部署 开发效率 大幅度提升 实现跨设备的 生态共享 我们又举个例子 这是我们开发一个 音乐播放的软件 我们在手机上 到车机上 我们就横屏的 到更大的 家里的那种大屏上 电视上 或者智慧屏上 我们就是更大的屏 它会自动适配 自动适配 自动布局 那我们的ID环境 可以通过拖拽的方式 来实现自动的 自动适配 大家看一下 我们做一个demo 这是我们提供的 IDE的开发环境 来方便开发者 来提供这种能力 我说我们的 同时我们的方舟编译器 从发布以来 我们现在不断地完善了 我们真正支持 多编程语言的 统一的编译器 能够大大提升 它的开发效率 大家用C C++编程 这种是性能很好的 但是难度比较大 很多人只能会用Java 用JavaScript 来编划 编程应用 甚至包括最新的 像谷歌用的Cotlin 跟Java和JavaScript 差不多的 这东西 我们全面都支持 我们支持多语言 甚至支持的混合编程 我们又是需要 高性能的 这种应用程序 编写的 我们可能用CC++ 编写 但一般的应用 我们可能往往用Cotlin 用Java JavaScript 来编写 甚至我们支持这种 混合编写的应用 可以一起来编译 我们编译了以后 同时能够大大的提升 我们应用程序的 运行效率 我们有超过60以上的 60%以上的性能提升 这是非常非常方便 我们的编译器 在不断地完善 不断地增强 在能力增强 同时我们要借助 我们分布式的能力 我们提供了Kit 来Kit开发 跨中端的应用 我们分布式能力的Kit 我们提供了很多Kit 包括我们的分布式的 软总线的Kit 我们分布式的数据管理Kit 虚拟外设Kit等等 我们通过我们的Kit 来实现了 我们分布式能力 开发的 跨中端的开发 像开发普通应用一样 非常简单 包括大家不知道 怎么去开发 因为过去的操作系统 都没有支撑这样的能力 大家不知道怎么用 那今天用我们这种Kit 来方便大家 这是我们鸿蒙OS的路标 我们鸿蒙OS 两年前就开始做了 我们先是做我们鸿蒙的内核 我们内核 做了两年前开始做 我把内核用了GE 先用我们的安卓 和我们的智能中单的TE 但今天 今年我们开始把鸿蒙OS 用于我们更多的使用 首款产品 将会是明天发布的 荣耀的智慧品产品 让我们的编译器 方舟编译器 在不断地完善和提升 我们的鸿蒙的微内核 明年我们会有 鸿蒙的2.0版本 后年鸿蒙的3.0版本 我们每个版本 都在不断地完善它 我们把鸿蒙的微内核的完善 外核的完善 编译器的更加的完善 开花环境的完善 让我们的能力越来越强 我们可以用在多种设备上去 包括我们手表上 手环上 车机上 国产创新的PC上 平板上 能不能用在手机上 当然能 大家问我什么时候用 我随时可用 但是我们支持 因为考虑到生态的原因 我们支持 我们支持谷歌的 谷歌安卓生态 我们优先 优先使用谷歌安卓操作系统 如果安卓操作系统 无法使用了 因为现在这个 那我们就可以 随时可以启用 我们的鸿蒙 我们鸿蒙OS 比安卓有更强的性能 更高的安全性 和更强大的 这种分布式的能力 和面向未来的 全场景能力 这是代表面向未来的 这种超系统 所以说 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随时可用 但是我们考虑到 我们合作伙伴的关系 我们生态的 目前安卓生态 以及那种生态 减少大家的工作量 其实我们 在安卓生态 的应用力 迁移到 华为的鸿蒙OS 生态上去 开发工作量 非常非常之小 甚至我们的方舟编译器 我们的这种 生态的这种去连接 可能是 可能是一天两天 就可以搞完了 这种工作量 所以如果你开发的 其他上应用的东西 迁移到 华为的鸿蒙OS 以及我们的生态上来 是非常便捷 非常方便的 因为我们兼容 实现的这种兼容 所以因此的话 我想我们 想告诉大家 我们 未来 我们在PC 在平板 在各种领域 我们可能都可以 拥有我们自己 更强大的操作器 我们不像有一些 他们很多 我看来很多在Linux上 做的一些操作系统 实际上不是真正的 完整的一个全新的换代 包括我们在Linux Unix等等 很多做的一些工作 包括安卓上等等 做的一些东西 都不是在真正的换代 我想说我们的华为的鸿蒙OS 是真正面向未来的 面向下一代的操作系统 面向AI 全场景 全场景智慧化时代的OS 它是一个基于微内核的 全场景分布式的OS 可以看到我们带来 大量的一些性能的优势 它架构和安全 和带来的灵活性 等等性能上 等等带来的一些 相比其他操作系统 带来的优势 那今天 我也对着向大家宣布一个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就是鸿蒙OS 两个字 开源 我想我们要打造 一个全球的操作系统 不仅仅是华为自己的 我们希望开源 让大家的开发者 全球的开发者的力量 一起参与来 来打造面向下一代的 领先 全球最领先的 面向下一代的 这种操作系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参加 华为的开发者大会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携手 来打造 更强大的 鸿蒙OS 和更面向未来的 更强大的生态 谢谢大家 女士们先生们 请让我们欢迎 华为消费者业务软件总裁 王成璐先生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Dr. Wang Cheng Lu President of Huawei Consumer Business Group Software Engineering Department 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 有机会代表 华为消费者BG 来发布 我们今年最新的软件 EMUI 10 在介绍EMUI 10之前 我想 带领大家去回顾一下 EMUI这几年 我们做的一些事情 EMUI EMUI到今天 我们全球的日活用户 已经超过了5个亿 那么我们非常有信心 到今年年底 我们的日活用户 将会接近 或超过6个亿 我们已经 应用在了216个国家和地区 支持了77种语言 10年前 当我们开始做EMUI 在1.0版本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就定下了一个目标 就是始终围绕着 消费者的体验提升 去做我们的软件 那么这个初心 在10年的路程上 我们从来没变 在EMUI 5.0的时候 我们开始了 另外一个新的尝试 就是希望我们 每年新开发的版本 不但支持新产品的发布 同时能够后向兼容 老产品老用户的升级 从5.0到8.0到9.0 一路走来 我们走得非常坚决 因为 凡是购买过华为设备的消费者 就是我们非常宝贵的客户 我们一定要 为我们的每一位客户 做好服务 从5.0的全网升级 开始试验开始 我们到8.0的时候 8.0版本升级的存量用户 已经达到了9000万 我们的升级率达到了79% 那么去年刚刚发布的9.0 到现在为止 我们升级 现在的存量用户 已经超过了1.2个亿 升级率已经达到了84% 我们希望 10.0能够继续获得 存量用户的喜爱 大家愿意去尝试 使用10.0给大家带来的 新的体验和 和品质的提升 我们预计 升级的存量用户 会达到1.5亿 我们覆盖的存量机型 会超过30款 那么这个路 我们仍然会持续地 坚定走下去 那么在整个手机厂家里面 华为现在 在坚定地沿着这条路 持续地往前走 我们的升级率 已经接近 苹果 IOS12的升级水平 苹果是85% 我们希望在EMUI10.0 我们的升级率 能够达到90% 过去的这几年 大家从各个渠道 或者说我们亲自的使用 我们尝试了华为 不断给大家提供的 各种各样技术 使能下的新的体验 大家听到过 各种各样的名词 或者是我们对 消费者的承诺 比如贴成块一层块 GPU Turbo等等这些技术 可能大家都非常的好奇 华为到底是怎么选择 某一个技术点 去做技术的一种叠加 和技术的投入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做所有的技术的选择 和技术的投入 都有一个非常完善的 系统化的考虑过程 我们考虑的所有的焦点 就是要让手机 整体的运行环境 一定要快速和高效 那么我们把整个技术 要放到消费者体验的价值 连接起来 它才有价值 如果一个技术 不能够给消费者的体验 带来贡献 这样的技术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在2016年的5.0 当时所有的安卓手机 有一个共性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使用时间稍微一长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识别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把所有的研发力量聚焦 去供这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我们经过了一年多的软件的工程实现 最终在5.0 我们郑重地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 华为的手机18个月不卡顿 我们所有的这些努力 逐步地获得了行业和消费者的认可 我可以告诉大家 资源显然无法满足非常重度游戏的要求 所以消费者在玩游戏的过程中 体验会非常的差 所以我们也是集中的力量 就聚焦工智一点 一定要把整个游戏的全站打通 我们推出了GPU Turbo的技术 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技术 至今我仍然非常骄傲 我们的团队 能够在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做到 我们在整个性能提升的同时 功耗还在下降 这个问题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们要么就是性能提升 功耗提升 要么是性能如果下降 功耗才能下来 我们是既获得了性能的提升 又获得了功耗的降低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软硬件结合的创新 那么Link Turbo 它的诞生是在世纪网络逐渐普及的时候 普及的过程中 仍然有很多的网络覆盖不均匀 或者是有网络的漏洞 所以对很多需要网络连接的全球 所有手机产生的可能 那么下面这几节图会稍微详细一点 我每次都非常愿意花一点时间 给我们的伙伴 给消费者 给咱们的开发者朋友 做一个介绍 那么这些图就是咱们的手机 所运行的所有的软件的全貌 那么我们看一看华尔过去的做的这些技术 到底是哪些地方做的修改 比如我们的天生块一生块 对文件系统 对内存管理 对我们的进程管理 做了大量的修改和替换 我们的GPU Turbo 对内存和进程管理 特别特别关键的是 我们在整个图形引擎上 相比原生的安卓 有了一个质的提升和飞跃 才让我们整个GPU Turbo技术上来以后 我们整体的图形图像处理的效率 提升了高达60% Link Turbo 这是华为的强项 因为华为是做网络设备起家的 我们对整个网络设备之间的连接 有非常深厚的技术功底 和经验的积累 我们把所有的这些积累 把它融入到咱们的系统里面 因为整个网络的连接 几乎涉及到了操作系统的全占的所有层 从内核到中间件到框架 我们把所有的这些经验放进来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比单试剂网络的平均网数 平均提升超过了70% 所以用户在这个实验的过程中 网络连接的体验是非常棒的 那么EROFS 软件可能有个特点 我们会有很多大家感觉很拗口的概念 那么这个EROFS是什么呢 我告诉大家 它是中国人自己完全写的一个 全新的文件系统 那么这个文件系统 它是一个止读的文件系统 我们不但让系统区的平均读写效率 提升超过20%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止读的文件系统 我们对系统区的保护 提升了一个数量级 那么最后是方舟编译器 它的范围更广 它不仅仅是一个端的环境本身 它延伸到了第三方的APP的应用 那么方舟编译器 今天我会有两页胶片 给大家做稍微详细一点的解释 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那么应用整个的流畅度 经过方舟编译器的编译以后 那么最高提升了60% 好了 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 就是希望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华为 我们敢于对用户承诺 18个月不卡顿 我们敢于对用户承诺 我们的GPU Turbo 是一个革命性的软件 硬件结合的技术 原因就来自于我们 长期技术投入的强大自信 我们华为公司会继续 研究这条路扎扎实实 做好研发 请大家相信 我们仍然有很多的黑科技 在来到咱们终端软件的路上 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EMUI 10.0 好 谢谢大家 EMUI 10.0 绝不仅仅是9.0的简单升级 我觉得我们应该记住EMUI 10.0 它会成为华为终端软件发展词上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因为它是一个打开 全场景智慧生活的钥匙 那么我就 接下来就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把钥匙是如何打开 灭向未来全场景智慧生活的大门的 那么 首先我来给大家介绍UI UI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话题 那么我也知道 华为的消费者 对华为手机的UI 有非常多的期望 很有很多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都听到了 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在UI这个领域所做的努力 UI本身它是一个艺术和科技结合的工作领域 但是艺术本身 我个人理解 它是最高形式的科学 所以UI本身要设计好 我们一定要把人的感官因素 要不断地抽象 提炼和建模 我们要不断地把环境的因素 提供抽象和建模 我们只有把人的因素 和环境的因素结合在一起 我们针对不同的场景 才能够做出来 让消费者感官协调一致的UI体验 所以10.0我们在人因上做了大量的投入 那么我先通过一个视频 带领大家去理解一下 我们10.0UI设计背后的故事 请发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谢谢大家 因为UI的内容会涉及到的非常多 我今天只举DuckMod一个 作为我们背后如何实现UI设计的一个讲解 我们明天会有我们的UI设计部的部长毛一鸣 会有个分论坛 专门全面详细地介绍10.0的UI设计 那么暗黑模式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模式 那么我们几乎所有的手机厂家都推出了这种暗黑的模式 那么华为在做这件事情之前 我们没有那么匆忙地把暗黑模式就快速地上来 因为我们觉得暗黑模式的情况下 我们整个背景的变化一定会带来填棕色和背景颜色 包括字体等等之间互相的匹配 我们既要保证这种模式下的美观 又要保证暗黑模式下的可读性 舒适性以及明度的一致性 只有这些都满足了 我们在看到美观的同时 我们的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 它是舒适和健康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W3C推出来的建议标准 叫WCAG 它是Web Content Accessibility Guidelines 它相当于说是一个网页设计的内容 可读性的一个标准 这是一个建议标准 那么这个标准大家看一下 这字有点小 我稍微给大家做一下解读 大家看一下最左边 我们从3比1的对比度 这个横轴是对比度 我们的重轴是可读性 可读性好 自然阅读效率就会高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当对比度达到3比1的时候 对正常人的势力来讲 这种可读性就已经比较好了 那么对视力稍微差一点 比如说我的视力在1.0到0.5之间 比如80岁的老人 老人家基本是在这个视力范围 那么他要做到可读 他一定要达到4.5比1 这样的水平 所以这个只是从标准的角度 给出来我们一个页面 它的可读性的建议标准 那么只有可读性是不够的 大家知道我们如果阅读时间长 就会人会感觉到疲劳 我们怎么样让可读性获得的同时 大家阅读是更舒适的 那么我们做了大量的这种人的试验 那么这张图 大家看到这个类似于抛线 这样的一个曲线 是阅读的效率的一个曲线 我们对比度高 对阅读效率是有帮助的 但是当对比度太过的时候 你的阅读效率就不会再提升了 甚至有下降 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 W3C的标准的基础上 我们选择了大量的消费者 我们在四种光照的情况下 做了大量的人因的分析和研究 我们不但给出来了 一读性的下限 我们也调研出来了上限值 我们做了一个建模 请大家来看 如果我们是一个深色的背景 它会涉及到前面的填充色 我们到底要填充什么样的颜色 是合适的 我们涉及到文字和空间 到底是用什么样的颜色 做这种对比是合适的 我们希望不同的颜色 在填充色 在字体 在高亮色的情况下 都能够对统一的一个黑色的背景 产生一致的明度的对比 这样人眼在看不同区域的时候 它不会有跳跃感 人会感觉非常舒服 我们以咱们华为EMUI的 典型蓝色为例 我们是怎么做 这个暗黑模式的这种填充 以及高亮 以及字体颜色的设计的 我们把整个EMUI的蓝色 用数学的方法做了一个均匀的色阶的分阶 那么这个色阶的分阶在对应到 我们刚刚说到的 如果我把这个颜色作为填充色 放到背景上 那么这个色系范围应该 对比度应该在2.2到5.1之间是合适的 那如果说我把这个蓝色 作为字体的颜色 作为空间的颜色 那么它在这个范围是合适的 我们通过把整个蓝色的色阶 选择最恰当的色彩 放到里面去 那么这样的话达成的效果 就是一个非常舒服和一致的这种体验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最终出来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填充色的这个蓝色 和这个type上的这个空间的这个蓝色 实际上这个色阶是不同的 但是因为它们的背景不同 我们选择了不同的色阶 目的是让消费者看整个画面的时候 它们有跳跃感 这是我们暗黑模式 在设计的过程中 我们对人音的使用 对消费者不断的调研 那么我想我只举一个例子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那么华为的UI的设计 那么消费者有很多的诉求 我们相信我们从10.0开始 华为的UI设计走在了一条正确的路上 我们将会持续的按照人音建模 环境建模这样的方式 再加上艺术家的创作 我相信我们的UI也会越做越好 那么同时我们的这种暗黑模式的能力 我们也全部开放给所有的第三方应用 第三方的应用 如果想采用暗黑的这种模式 你调用我们的一个简单的接口 就实现了 那么实现了一读性 舒适度 还有明度的一致性都会获得到 我们会把这个能力充分地开放给 咱们所有的第三方应用 这是一个最后的效果 所以UI的部分 那么大家通过视频里面 基本上把UI10.0这个版本的核心都表述给大家 我们希望用户拿到手机的那一刻 就是美的 我们打开的每个应用 界面是美的 我们的操作是方便的 眼睛是舒适的 所以希望大家有时间尽快地去体验 咱们10.0版本 UI给大家带来的变化 好 谢谢大家 好 今天来到了10.0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全场景的极致体验 那么刚刚宇总发布的鸿蒙 已经介绍了很多我们华为对未来的思考 那么10.0是在这个思考上迈出的第一步 我们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可能都会不知不觉 我们身边的设备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人戴了手环 戴了手表 我们越来越多的智能音箱 走入了咱们的生活当中 甚至于我们传统的PC TV和车 都在快速地智能化和移动化 那么这么些新的硬件来了以后 就像宇总刚才介绍的一样 我们通过不同的硬件 定制不同的系统 去适配不同的生态 这条路根本走不通 因为对整个行业来讲 这是太大的投资 所以在10.0 我们做到了 我们所有的应用 在一个虚拟的大中端上运行 我们用户有多个设备的情况下 他不必为一个应用 在不同的设备之间跳来跳去 他永远只聚焦一个物理设备就可以了 那么对开发者来讲 我们提供的平台和工具能力 帮助开发者仍然保留他原来的开发习惯 开发工具和开发语言 用华为的ID的平台 我们一次编译去适配不同硬件的版本 这是我们10.0 带给大家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 我相信这是打开全场景 智慧生活 这个大门的第一步 未来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这里面背后的三个核心的技术 我先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第一个就是硬件能力的互助 这个创新点在于 我们以前设备之间的连接 虽然设备能连上 但是每一个设备 它仍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如果用某一个设备去运行某一个应用 它仍然受限于这个设备本身 硬件能力的限制 那么我们在10.0 我们打破了单一硬件的物理限制 那么我们多个设备的叠加 就会成绩一个超级的设备 那么这个设备的硬件能力 是非常强大的 那么在这个超级设备上运行的 应用的体验 一定是质的提升 那么第二个是 我们如何做到一次开发多端部署 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隐私和安全 那么大家知道 现在我们所有的设备的连接 都是一个简单的数据传送等等 但是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材料里面 我们对一个手机来讲 它无外乎是由显示屏 通讯模块 摄像头等等硬件 堆叠起来的一个设备 那么对大屏也是一样 对车机一样 对手表都一样 那么这些硬件设备 我能不能超越单设备的限制 去帮助其他的设备一起 去实现一个更好的新的设备组合 从而去实现一个更好的应用呢 这就是当时我们普述的想法 那么我们基于这样的想法 我们把它全变成 一个一个品类的驱动文件 比如手机的显示 一个能力 包括市场外场的小伙伴 打通了一路视频通话 那么大家先猜一下 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画面 好的 现在有请我们的导播 把我们左侧 这幅手机的画面 呈现到我们大屏幕上 怎么样 大家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不一样的感觉 首先 我们画面中 右上角的小窗口 就是我的本端窗口 大家可以看到 我手的挥洞 说明 这是一个实时的视频通话 而我们的视频的主画面 就是我们松山湖基地的小伙伴 使用无人机 所拍摄到的实时的画面 那么现在有请 我们外场的小伙伴 跟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打个招呼好吗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大家可以看到 我手里是一台 大疆无人机的遥控器 通过分布式技术 可以将大疆无人机的摄像头 虚拟化成我手机的摄像头 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 就是将大疆无人机摄像头 所拍摄的画面 通过华为畅联 高清视频通话 实时传输到形状 那么现在我们开始 起飞无人机 好的 大家看到 我们的无人机 已经开始起飞 那么画面中 所拍摄到的景色呢 就是我们华为的 东莞 松山湖基地 我们的工作场所 同时呢 也是我们 开发者大会的分论坛 明天和后天的 所在地 那么现在呢 我就邀请 现场的观众朋友 明天和后天 到这里 欣赏我们的美丽的风景 并且一起沟通和探讨 好的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无人机 已经攀升到了 一定的高度 远处和近处的 建筑的轮廓 逐渐地清晰 还可以看到 碧绿的树木 以及远处的水天一色 那么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 我们的视角 非常的独特 我们的视野 非常的宽阔 那么在我们这样 神奇的分布制技术 给我们带来的震撼体验面前 我认为此处应该有掌声 好的 感谢大家 但是呢 我们的松山湖基地 距离我们的现场 只有20公里 那大家认为 20公里就是我们追求的极限吗 不 远远不止 那么今天 我要在现场 在我们科技界 发布会的历史上 我要做一次 前所未有的展示 我右边的这边手机 已经跟我们 1300公里之外的 南京的小伙伴 互通了另外一路 视频通话 大家想想象一下 我们即将又会看到 怎样的画面 好的 现在有请我们的导播 把我们的画面 进行一下切换 好的 大家看到 怎么样 是不是另外一番 非常美丽的景色 好的 大家看到 这是我们的 现代化的大都市的南京 同样的 远处 这个参差 错落的这个建筑群 以及 我们今天非常好的天气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无人机 在缓慢的前行 看到下面的水光 非常的美丽 所有的景色 在无人机的航拍下 尽收眼底 那么我们再回头思考一下 我们本来只是通过 我们简单的 华为手机 以及无人机 这种简单的设备 但是使用了 分布式技术之后 我们却能够把 千里之外的 无人机 航拍到的 壮丽的这种景观 实时的 高清的 流畅地传输到我们的现场 我相信 我们这种创新的解决方案 能够为我们的消费者 能够让大家 足不出户 就能感受到 领略到 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谢谢张措 谢谢张措的演示 我给大家稍微 做一下背后的解读 他用了我们分布式的 什么样的技术 来实现这个效果 实际上在 这好像是西安吧 应该 是渠江还是南京 在远端 包括在秋山湖的 我们的同事 他手上拿的手机 跟我们现场的手机 打了一个视频的通话 但是对端的手机 已经不是我们传统的手机了 它的摄像头 已经在无人机上 那么这就是咱们 整个硬件虚拟化以后 所带来的价值 就相当于我们 手机的摄像头 变成了一个 离开手机本身 可以到处去 飞翔的一个摄像头 那么这是我们 整个能力的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体现 我们也希望 所有的应用开发者 和第三方的伙伴们 大家基于这个能力 去开启我们 创新的脑洞 我相信会做出来 非常非常多的 给消费者带来 极致的这种 各种各样的体验 好了 那么我们 当把所有的设备 都解构 能够连接起来的时候 另一个问题 马上就来了 我们这么多设备来了 应用怎么办 我们开发者 怎么去开发 面对不同硬件设备的应用 那么现在的做法 就是大家 针对不同的硬件 去定制一个一个的应用 那么对应用开发者来讲 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因为至少要做一个 iOS版 至少要做一个安卓版 至少要做一个 等等很多很多的版 车机 包括我们派的横竹屏 都无法解决 所以我们通过 IDC的数据 也印证了这个问题 对应用开发者来讲 63%的用户 实际上是对多终端的适配 是折磨得非常痛苦 那么包括 整个语言的种类又不一样 不同的生态 不同的环境上 编程语言又不一样 对编程人员来讲 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么跨设备数据的融合 比如某一个应用 它既运行在 iOS的手机上 又运行在安卓的手机上 那么对应用开发者来讲 这都是它的用户 那么它要管理 它用户的状态 这两个数据的这种融合 又会带来非常多的工作量 那么终端形态越来越多 我们用这种方式 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 把终端生态之间 这条墙把它打破 那么具体怎么来做 那就是我们10.0 带给大家的核心的能力 那么这个能力 也会同步地开放 给我们所有的第三方开发者 那么核心就有三点 第一个 应用本身一定要把 UI和业务逻辑做结偶 我们把UI和业务逻辑 做了结偶 我们才不至于 不同的硬件 不同的形态 不同的尺寸 疲于奔命去定制UI 那么第二个 非常关键的是 UI本身要做空间化的抽象 我们把UI的界面的元素 一个一个地 做着这种分解和抽象 针对不同的 屏的形态 再做这些元素的组合 就会非常容易形成新的 适应不同形态的UI 那么最后一个是 业务逻辑的这种结偶 那么具体来讲的话 大家看一下我们 UI本身的空间 我们可以做单空间的抽象 也可以做组合硬件的抽象 同时我们留了一个空间 让第三方应用开发者 他们去自己 定义自己的空间 我们把颜色 字体和形状 全部做了数字化的抽象 我们不同屏幕的适应 也全部做到了 自动化的识别和适配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些能力 我们色彩的变换 字体的变换 形状的变换 只要拆速地调整 自然就能满足不同的要求 所以这是对整个 面向多硬件形态 开发者来讲 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 一个能力 那么原能力 又是咱们10.0所推出来 面向未来 全场景 各种设备 不同应用 怎么来定制开发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解决方案 那么大家 我们以一个通话的APP为例 大家看这个框图里面 我们有七个模块 组成了一个通话的APP 那么这个通话的APP 在手机这个副设备上 七个模块都可以组装 那么在大屏上 可能没有手机的整个能力强大 我们组装了其中的五个模块 对音箱只有没有显示 我们只组装了三个模块 那么这些模块本身的自动封装 就让应用开发者 只关注架构化的视频 通话APP的开发 会根据硬件的形态 自动组装先用的模块 同样能够实现这种通话的能力的 这样一个APP 同时很重要的是 我们下面这根蓝线 就是咱们革命性的分布式的软种线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 这个功能 AA的功能连接起来 如果手机用的是音箱的 这种音频控制 它跟手机本身的音频控制是一样的 这个体验就会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既兼顾了体验的一致性 又打破了单硬件本身的限制 让应用本身能够非常柔性地 部署在各个设备上 好了 安全是一个非常受大家关注的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难理解的问题 安全本身永远没有终点 安全会技术的投入 解决法案的投入 一直会随着应用的变化 消费者诉求的提升 已经采业环境的变化 会一直发展 那么安全 我们从简单的角度来理解 我们永远做的就是一件事情 要让正确的人 使用正品的设备 正确地去操作你所有的信息 这不论是在单设备 还是多设备情况下 我们必须要达到的目标 那么大家看一下 当我们变成了全分布式以后 实际上我们的挑战变大了 我们小的设备 本身的防护安全能力很低 它非常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点 我们的信息 由设备内部的这种流转和交换 变成设备之间的交换和流转 又变得非常挑战 那么我们在10.0都做了哪些事情 我们看一下过去 我们是通过云端 通过云端的账号 来去控制下面这种设备 大家记住我刚才提到的挑战 我们第一个挑战 就是多设备连接 小设备的安全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怎么办 那么大家看右下角的这个文字 这个地方 我们在整个一个用户ID下面 我们通过用户本身的授权 用户锁屏密码产生的密钥 来保证只有几个授权的设备 能操作我们弱设备 任何其他的设备 没有授权的情况下 它不能够对弱设备进行操作 我们堵住了第一个危险的漏洞 那么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 每个设备本身 它的公钥是传递给对方 但是施钥永远存在设备本身 公施钥的比对 保证了接入网络里面的设备 接入我ID下面的设备 永远是正庭厂家的设备 那么第三个问题 也是分布式带来的一个 非常巨大的机会点 我们单设备的用户的健全 我们回到咱们现实生活场景下 大家就能理解 比如说我们要解锁手机 我们要么用指纹 要么用FaceID 要么输一个锁屏的密码 就可以把手机解开 但是如果我们要在手机上 做银行的转账 大家都应该用过 手机银行 我们转5万块钱的时候 是不需要Token码 再来验证一次的 当你转账的额度 大于5万的时候 你就需要一个Token码 那就意味着 现在的这种手机 单设备本身 它不能够满足不同级别应用 对健全的要求 所以它需要一个Token 来一个Token码 匹配着你的指纹 匹配你的密码 才能够做这个人的身份的确认 而我们在分布式的时候 我们就有了非常巨大的机会 因为我们所有的生物特征 都会存在一个虚拟的 用户的Profile里面来 这个用户的Profile 又是被切片的 存在了不同的物理地点 我们也不知道它存在哪里 它存的地方就是系统自动调度产生的 大家知道 一个人的生物信息 一旦丢失 它会永远跟你一辈子 所以生物信息的安全保护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把人脸指纹声纹 包括将来可能你的心跳特征 你的心电力特征 都一次性的验证 就是这个人在做转账的操作 所以我们整个10.0 最核心的安全解决方案的第一步 就是要保证正确的人 在用正确的设备 那么第二步 就是我们如何保证 信息在设备之间流转 是安全可靠的 那么 也是得于华为这么多年 在技术上的积累 我们把信息存储的地方 和信息传输的通道 做了层层的加密防护 在信息所有走的这条路径上 首先是加密的 第二个我们当信息发生流转的时候 我们会根据信息的不同的级别 做相应级别的安全加密 双层的加密 就会让我们整个信息 即使在设备之间流动 那么安全级别也是非常高的 我们讲了这么多的 分布式的东西 那么我想给大家带回到 我们在没有分布式的情况下 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场景 在分布式的情况下会发生哪些 本质的改变 我们第一个来看一个视频的通话 那么视频通话 大家现在比较用的 我们可能是 VDOLLTE4G的网络 我们可以打个视频的通话 那么在这个 分布式的能力具备的情况下 这个视频的通话体验 会有什么不一样 那么首先 如果一个用户 接到了一个视频的来电呼叫 同时它的ID下面有多个设备 比如说音箱大屏 那么这种场景下 用户可以利用分布式的技术 非常方便地选择 我是用音箱作为手机的Mac 还是用手机的Mac 来做手机的Mac 那么如果用音箱来做手机的Mac 它的收音 它的放音 外放能力都会非常好 那么我们就会比单一手机 在视频通话下的体验 会提升一个大的台阶 那么在这种场景下 相当于音箱 和我传统的手机 组成了一个新的手机 那么右边这个图 是我们把屏 我们端到端 做信息的加密 我们还是让大家来 看一段视频来感受一下 我们新的分布式能力下面 我们多设备的协同 在办公场景 会给大家带来哪些便利 好 请放视频 拍摄 谢谢大家 大家看到视频里面有一个动作 我们视频里面这个女演员用鼠标 拷贝了我们手机里面的一段文字 把它拖到了PC里面来 那么这种分布式的技术 让我们用软件重新生成了一个 PC加手机的新设备 这个新设备让我们的办公效率 和办公的便捷性大幅地获得了提高 那么第三个想给大家介绍一下10.0 我们将发布的和车机之间 这种虚拟化和分布式所带来的不同的体验 那么大家知道我们车机有各种各样的型号 那么车机本身的芯片能力 相比手机来讲弱很多 而且芯片的更新速度 相比手机也弱很多 我给大家一个大概的数字 那么车机的芯片更迭的周期至少五年以上 那咱们手机的芯片几乎是一年要更新一代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我们在现有的车机上 如果让它达到非常高的智能技本定的问题 那么这张图呢比较形象的来描述出来 我们整个在一个应用使用的过程中 我们测量的结果 对消费者体验的影响是什么 大家看这个图 我们大家都知道标准差 是衡量一个离散数据聚合度的一个值 那么标准差越小 就证明这个数据的聚合度越好 那么标准差越大就离散越大 那么第二个大家看一下 就像一个把标一样 这是400毫秒 那么这次操作可能是在400毫秒多一点 这次操作在800毫秒 那么很显然大家知道 在这个能力下面 消费者感受到的任何一个操作 它的快都是比较一致的 那么在这个场合下面 虽然有的非常快 但是有的又很慢 对消费者来讲体验就是时快时慢的 所以在10.0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 就是我们用精准的硬件支援调度的技术 余总刚刚做了一个动画的演示 我们借鉴了鸿蒙 很多的优秀的想法 用在了10.0里面 这是我们基于这样的能力 我们实验室实测的结果 我们把EMUI 10.0的版本 搭载到P30的手机上 跟iPhone的XS进行对比 大家看到我们整个的聚合度 要好于苹果 我们整个的整体的速度 要优于苹果 那么这里面 我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在流畅性能这个领域 华为已经做到了世界第一 方舟编辑大家都非常感兴趣 我想用几页胶片 把稍微内部的信息 给大家介绍一下 揭开一下面纱 看看方舟到底是什么 那么这些图 我想稍微细一点讲 这边左边是现有的安卓系统 它的开发和运行机制 那么右边是华为的方舟的 开发和运行机制 这条线以下 这条线以下 是整个开发环境 我们现在的所有的 安卓应用的开发者 都是这个模式在开发的 我们用加把写一个程序 可能会调用很多的库文件 那么因为库文件本身的调用 用C和CC++写是效率最高的 所以库文件一般 大家都会用C和CC++把它写出来 那么在现在的安卓的 开发情况下面 它单独写的库文件 在开发态就会编译成为 可执行的二进制代码 但是Java语言 是要先转化成 谷歌的dexcode 是个中间码 所以大家今天 我们所有的应用市场上的应用 都是Java的dexcode 和C和CC++的 二进制语言组成的一个包 它实际上不是一个 可执行的程序 你把应用下载到本机上以后 点开应用的那一刻起 这个系统才开始进行编译 再执行 在编译的过程中 当它编译到了 要调这个C库的时候 它得通过这个接口 去把C库的这个能力调过来 再来执行 那么这个过程中 就是安卓今天 我们整个系统的流畅性 不如iOS的一个基因上的问题 我们安卓的基因就是这个样子 它没有办法跟iOS的流畅性 进行比较 那么咱们的方舟编译器 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大家记得 统一程序表示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新 在全世界编译器的领域里面 没有一个编译器 能够混编不同的语言 我们现在的编译器 都是对一种语言来进行编译的 那么华为的方舟 是一个统一的程序表示 可以把Java和C C++统一做中间表示 统一来做这个优化以后 进行编辑 那么通过方舟编辑式的 运用程序上架的 就是可执行的 下载以后就直接点开 就可以运行 它不需要在手机上 做20编译 这就是咱们方舟 两个非常重要的创新点 那么第三个创新点 我们在方舟编译器 在做研发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在Java这个系统里面 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这也是安卓 手机虽然非常高的配置 它仍然有卡顿 卡顿跟着不了的 最核心的原因 它的内存的回收机制 是要停整个县程的 县程的意思就是 我程序运行 是县程在跑 如果说我们整个县程 停下来 要为垃圾回收 做准备 对消费者来看 你这应用就卡住了 所以它这个机制本身 如果不解决 安卓的手机 不论多大的内存配置 不论多好的硬件配置 它永远解决不了 跟着不了 我们这个偶尔卡顿的问题 那么在咱们的方舟编辑系里面 我们是县程本身 谁使用 谁负责释放 谁负责清理 我们不再彻底甩掉了 我们停线 去等垃圾回收 这样的一个做法 这是一个 又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新 因为在加码这个领域里面 在别人没有想的时候 华为已经把它做到了 好 谢谢大家 第三个 这个是 上面 下面是咱们现在的安卓 它所运行的机制 我们应用开发者开发的源码 然后编译变成它的dexcode 那么在编译之前 你只能用统一的安卓的虚拟机的模板 来进行有限的优化 那么咱们的方舟相当于全程的 给大家无限的空间 让大家基于这个新的编译系统 去做你所有可能的优化和开发 所以我们利用这套系统 实际上是给我们第三方开发者 更多的空间去做你系统的优化 那么到今天10.0发布的时候 我们将有40多个国内的顶级应用 已经通过方舟的编译 上架到了华为的应用市场 那么欢迎广大消费者体验 也欢迎更多的第三方 大家来使用方舟编译器 我们共同为咱们共同的用户 提供更好的体验 那么同时我们这次的开发者大会 我们就会把方舟编译器的框架 率先开源 明年我们在适当的时机 会把方舟编译器的所有代码 开源给业界 好了最后一个是生态 那么生态是我们整个移动产业领域 一个最重要的话题 也是一个最重要的领域 那么我只讲两页交点 那么这页是咱们华为 整个的开放架构 我们把刚才讲的所有的能力 所有的不一样的地方 和比较强的技术能力 我们都封装成Kit 我们全部的开放给业界所有的伙伴 那么这个图里面 我们Hi-AI媒体和安全 Hi-AI是咱们去年用户大会发布的 大概一年多 我们又陆续开放了媒体的能力 和安全的能力 那么刚刚于中 已经给大家做了介绍 我们这些开放能力 现在的月调用量 已经超过了几千亿次 是一个非常大的调用量 而且这个调用量还在局地增加 那么打蓝色背景的是10.0 又给大家更多的能力的开放 包括我们的UI的Kit 包括刚才讲的分布式的能力 包括连接的能力 我们都开放给 我们所有的全球的伙伴们 这一切非常重要 我个人觉得 我做软件二十多年 我认为中国 我们在谈论的软件 都在谈狭义的软件技术 我们实际上忘掉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另一块 就是软件的工程技术 软件的工程技术 它特别像 我们硬件里面的生产线 我们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们没有强大的生产线 靠人工拿锤子 是一定敲不出来一艘航母的 那么这个道理 对软件来讲是一样的 在中国没有一个像样的 我们软件的工程平台 那么这个软件的工程平台 我们今天开发的大会 会Beta版向大家发布 我们明年随着P系列的发布 会正式的发布给业界 也正式的会全部开源给业界 那么这里面我想给大家说的是 这个整个的开发平台 就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容器 它把我们所有优秀的 软件编码人员的经验 全部沉降在里面 我们沉降的越多 我们后来的软件开发者 他所获得的开发工具会越强大 那么这里面打蓝色的 就是今天随着10.0 我们随着这个开发工具 开放给业界的一些基本能力 比如我们第一FX的诊断 包括我编的一个程序 是不是导致内存越界 有没有内存泄漏 包括卡顿和卡死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这些能力实事求是的讲 是华为这么多年 经验的优秀总结 我们也把这些能力 全部开放给第三方 希望第三方伙伴们 在开发新的应用的时候 你们调用这样的诊断工具 就知道自己的应用程序开发 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会非常方便的你做修改 我们会大大节省 我们应用上架的时间 也会大大提升 我们应用的质量时间 今天我基本上把10.0的关键部分 给大家做了介绍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些帮助 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去踊跃 尝试使用咱们EMUI的10.0 明天我们会有更多的 更详细的咱们EMUI10.0相关的一些活动 我们包括CodeLab 我们的专家会跟 喜欢的开发者一起来去读代码 一起去来看代码 我们怎么来开发技术 开发应用 我们也有TAC这样的一个专家群 他会给我们所有感兴趣的伙伴 提供更多更详细的说明和解释 我们EMUI10.0会在9月8号 率先对P30系列的用户 开启Beta的权限 欢迎P30系列的用户 在9月8号踊跃去试用EMUI10.0 那么我们下一代的Mate 也会搭载EMUI10.0 同时更多的机器 包括华为 包括荣耀的机器 会陆续的进入到咱们Beta的管道里面来 那么请广大的消费者 大家关注华为官网发布的消息 按照消息来操作 欢迎大家踊跃来试用咱们的新的软件系统 好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光年 也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希望我们团队的努力 能够让大家感受到 你们的体验再逐步提升 好 谢谢大家 女士们先生们 请让我们欢迎华为消费者业务 云服务总裁张平安先生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Mr. Zhang Ping An President of Huawei Consumer Business Group Cloud Service 各位开发者 各位熟悉的和不熟悉的朋友们 下午好 最近很多认识我的朋友 都非常关心我们的鸿蒙操作系统 其实更关心我们的生态系统 他总觉得我的身上的担子会很大 因为华为在全球的终端 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喜爱 但是华为的生态建得怎么样呢 在复杂的环境下 华为的生态是不是能顶得上来呢 那今天我花一点点时间 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那华为的终端云服务和华为的生态是什么 首先华为的云服务和我们的生态 是针对我们所有品牌的 所有各类型的终端 不管是手机 还是Pad 还是PC 还是各种穿戴的设备 甚至我们欢迎将来的 1加N加X以后的各类生态的硬件 也能够使用我们华为的云终端的生态 那么我们是所有针对 所有硬件 那么针对硬件 我们的生态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关键的一些核心应用 我们自己构建 因为我们想通过这些关键的核心应用 能把我们的硬件 智能终端的所有的 软件和硬件的优势都能展现出来 这就是在我的右手边 大家能看到的 很多华为手机的用户 你们应该能够 你们会经常地使用 我们这些应用 那比如说使用我们的应用市场 使用我们的智能助手 使用我们的浏览器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提供了视频 音频 这些能够阅读 能够体现我们智能终端的特性的各种应用 我们也提供了很多有特色的应用 比如说很多我们的朋友 喜欢使用华为的天机通 这个天机通业务是华为终端 提供的一个独特的业务 大家都非常喜欢 但除此之外 华为自己开发的应用 只是冰山上的一角 我们在左边 我们更加欢迎全球开发者 和我们携手 来做华为智能终端上的各种生态 来为他们 为华为的用户提供各种应用 那么为了方便全球的开发者 来接入华为的生态 我们有华为HMS Call 这样的一个帮助他们 能够很快地接入到华为生态的 这样的一个基础服务 那么我们的生态合作伙伴 可以集成HMS 就可以方便地进入到华为的生态中 那么下面我们欣赏一小段视频 小依小艺 给我欢迎收音乐 没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一小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Vielen D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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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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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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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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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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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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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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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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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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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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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提高我们片源 大家看看观影的质量 另外我们也可以有超分的技术 能够将高清的转换成4K的 能够将VCD质量的转换成高清的 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Wise Video这样的技术 能够使能我们的合作伙伴 在我们的视频平台上 播放出极致的影音的体验 那么这个Wise Video 在今年的世界编码器大赛中 他们获得了第一 就是在同等的带宽 画质提升63% 在同等画质下 我们的流量可以节省20% 另外很多人使用华为音乐 在华为手机上使用华为音乐 那么今天华为音乐 在华为的用户数 已经有1.3亿的用户数 我们原来只在中国 开展了华为音乐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在35个国家 除中国之外的35个国家和地区 上线了我们的华为音乐 我的同事告诉我 我们还有60个国家 即将等待上线 也就是在今年 所以华为音乐 大家将来在出国的时候 也有机会可以下载到我们本地的华为音乐 聆听本地华为音乐 在你旅行过程中给你的伴奏 那华为阅读 是我们很专心打造的一个平台 华为阅读也是 我们也是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合作 大家在这里头也应该能看到 耳熟能详的掌乐科技 阿里巴巴的文学 点中科技 乐文等等 蜻蜓 喜马拉雅 等等这些合作伙伴 他们也把他们全量的优质内容 放到了华为阅读里 所以呢 我们的华为用户 还是得到了很多我们合作伙伴的青睐 因为他们轻易不这么做 他们轻易不这么做 但是因为你们是华为用户 所以他们把他们的全量内容 都放到了华为阅读这个平台里 这也就鼓励着我们在海外 我们要帮华为的用户 在海外建立起一张数字的阅读平台 所以我们的同事告诉我 他们在年底 也要在全球来上线 华为阅读这样的应用 前面我讲的是 我们坐在冰山上的一角 这样的应用 但是如何能让所有的开发者 能够接入到华为平台里头 接入到华为的生态平台里头 那么我们更加关心 我们怎么为开发者提供好这种便利的通道 那么在左边这样的图里头 我们的HMS Apps 属于我们自己的原生应用 我们在中间底下有一行 这就是我们想为全球的开发者 提供的便利通道 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要建立HMS Call 这样的接入能力 能让应用的开发者 能够及时地接入到我们 华为用户的 使用其他华为用户的账号服务 支付服务 游户服务等等 那么同时我们把硬件能力 操作系统能力 以及各种智能终端里头的 各种传感器的能力 也能开放出来 让我们第三方的应用 通过你们的创新 来为我们最终的用户服务 这个就是我们全面开放的框架 因为我们还有一天半 所以很多开发者会参加到具体的细节 去来聆听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服务 可以开放 这些服务开放了 究竟怎么才能接入到我们的系统 怎么才能更好地使用这些API 那么这个服务框架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开放了58项服务 885个API 在右手边是我刚才提到的 是我们的HMS Code服务 帮助应用开发者 接入这些接口 在我的左手边 大家看到的是HMS Capabilities 这里头包含我们的芯片的能力 算法的能力 包含余总在刚开始介绍的HAR AI 有2500个开发者 接入我们的HAR AI 这些都是能力层的接入 那么我们把能力层开放出来 我们的顶层又可以帮助开发者 我们称之为Connect服务 帮助应用开发者 把应用从创新到开发 到上架 到运营 到效果评估 到分析 我们都提供了一整套的服务 所有这些服务 都是我们无数的工程师 他们开发出各样的平台 来帮助我们的开发者 来接入到华为的生态系统里团 那在这里 我要简单地说一下 我们的HMS Call HMS Call 很多中国的开发者会非常熟悉 因为之前我们在HMS Call里头 提供了四项基本的服务 一项是我们的账号服务 一项是我们的游戏服务 一项是我们的通知服务 一项是我们支付服务 今天我们要向全球发布 我们的HMS Call 新增加 十项服务 这十项服务 其中在基础服务领域里头 我们增加了很多项 在增长服务里头 我们增加了 像分析服务 广告平台服务 那么在基础服务里头 我们还提供了一些特色服务 包含扫码服务 包含Place服务 包含定位服务 包含空间服务 下面我会简单地说一下 我们的账号服务 刚才我们说 我们有全球有5.3亿的用户 现在我们的账号服务 从去年开始 中国的账号服务增长得很快 海外的账号 从去年开始 用户开始喜欢用华外的账号 现在我们每发布一台新机器 我们每发100台新机器 其中就有80台机器 80个智能手机的用户 注册了华外的账号服务 那么到今天 华外的账号服务在全球 已经是2.3亿的账号服务 那华外账号服务 优点就是一次接入 所有的智能终端 都将全部打通 并且全球覆盖 账号服务 一个应用 接入到我们的账号服务之后 那么全球的用户 170个国家 那么的用户 都有机会 能够接入到你的应用中 再就是安身合规 到今天 我们已经有5500个应用 接入了华为的账号服务 另外就是通知服务 通知服务对开发者来说 至关重要 那么现在我们的通知服务的 触达率 触达率 已经是99% 这样的触达率 已经非常非常高 那么我们除了 除了一个90%的触达之外 我们还为开发者提供了 情景式的触达 也就是说 在各种应用里头 你们可以设置 一个场景化的触达 以方便开发者的应用 和用户连接 这叫场景触达 另外一方面 我们的通知服务 形式上 我们也做了扩充 除了文本 大家熟悉的文本触达以外 那么还可以有脚标 还有图标 还有小图 甚至还有音乐或者铃声 那么截到今天 全球有三万一千家应用 接入了我们的通知服务 那么紧接着 我们为大家新开发的 新提出的一个 新提供的一个 我们的Ishman 靠的一项服务 叫统一扫码服务 这个统一扫码 大家也知道 我们经常要扫码 我们经常在每个应用里头 因为码归每个应用管 那很少有一个扫码 能说OK 我见到码一个码 我都来识别出来 这不是很方便吗 甚至你不用打开手机 我们在我们的锁屏状态下 我们也可以吊起 我们的扫码功能 我们在我们复一屏下 也可以吊起我们的扫码功能 我们的相机入口 也为大家提供了扫码功能 但是呢 我们发现很少有做到统一扫码 所以我们建立起统一扫码服务 我们建立统一扫码的 统一编码的一个全球服务器 我们已经这个开放的平台 所有愿意接入到华为的生态平台 你们可以将你们的编码规则 上传到这个服务器里头 那么就可以使用我们的ScanKit 就可以触达到你的应用 或者是你的快应用 另外一个我们也为大家 非常并利的一个Wallet Kit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视频里有演示 不带任何我的钱包了 因为在深圳 我上班 我们所有的公卡系统 饭卡系统 全部都是可以刷手机的 因为我们提供了Wallet Kit 给我们的IT工程部 那么他们只要借用我们的Wallet Kit 就可以把公卡置入到我们的手机之中 那么很多用户现在使用了我们的门禁卡服务 你可以将你的门禁卡 电梯卡 园区卡 这些通过IFC的接触的卡 也可以置入到我们的Wallet里头 那么你的Wallet就可以不用带卡 你就可以完成这个服务 那么以前大家习惯用的公交卡 更不必提 那么我们的银行卡也更不必提 那么现在我们还为很多的智能门锁 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服务 智能门锁可以将它的Wallet 集成到它智能门锁系统里头来 也就是说不用再给它发卡 通过华为手机就可以直接刷开门禁 只要把卡发到华为手机里头就可以 另外为了安全 还可以使用华为手机的指纹 人脸识别 多重因子 其实智能门锁不必要开发指纹识别系统 也不必要开发指纹识别系统 只要接入WalletKit 它就可以将这多重的安全因子 置入到手机中 让手机来扮演开门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任何企业 任何开发者 如果有卡证的数字化管理诉求 可以接入到 可以接入华为的WalletKit 来帮助你们实施更便捷的移动化卡证 那么今天我还要重磅 我们另外一个我们的服务 谢谢 我的同事本来是想在8月17号 就把地图服务发布了 可能要延期好长一段时间 我说延期到 他说要延期到今年的10月份 我想两个月也是好长时间 10月份 之前我们会发布华为的地图服务 给开发者 首先华为所有的应用 将会用我们自己的地图服务 那么我们也欢迎全球的开发者 也来使用华为的地图服务 当前的地图服务 我们可以提供150个国家地区的地图服务 覆盖了40种语言 6大类25种的API接口 简单的例子 我们开发者可以自定义 自己的地图的 我们开发者还可以获得 真正的实时路况 那么我们开发者在做路由导航的时候 那么你获得的实时路况 我们有5亿个GPS的信号 这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的 那么在实时反馈 交通状况 另外开发者还可以使用 我们的高精定位的导航系统 这个高精定位在亚密集 也就是说公路马路的车道的定位系统 你从左车道换到右车道 你从一车道换到二车道 我们都可以提供这样的定位系统 定位服务 当然我们在这个 我们这边还有 行与标记 这个呢 在明天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 在11号 这是我们的硬件工程师 黑科技 那么在地图服务里头 我们也将提供这种服务 这个服务是什么 这个服务就是 定位精确到厘米级 分米级 给予视觉定位 我们看一段小段的视频 8月11号 9点半 有Cyberverse黑科技发布会 究竟是什么 他们不让我说 所以交给我们的黑科技团队 去跟大家沟通和交流 关心的就说 好了 海外生态最难建的 就是如何帮助开发者 实现商业的闭环 是的 这条最难了 地图我们可以解决 但是如何让我们开发者 上到华尔的服务平台里头 消费者有偿服务之外 那么 商业变现 那么很多开发者 接了Google的广告系统 Facebook的广告系统 接了很多其他广告系统 那么华为 可不可以提供 程序化的广告系统呢 我们说 我们今年12月份 我们也会面向全球的开发者 提供我们的 这个广告系统 我们在中国 跑了两年 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程序化的广告系统 现在端到端的食言 千亿级的高并发处理能力 我们在中国做了两年 广告系统发布完之后 我想我们对海外的生态系统 对海外的开发者来说 那么我们的生态系统 就可以稍稍有一定稳定的底子 除了这个广告系统 这样的一个实时强大的 数字化的广告系统之外 我们还帮助我们的顾客 来改造他们的营销素材 通过技术化的营销素材 比如说 在我右边 这样的一个车 那么你上传一张图片 你决定这张图片 是在埃及发布 还是在中国发布 还是在拉美发布 拉美国家发布 那么你只需要上传你的素材 其他的 AI就可以从这里切换 我们的瑞士用 瑞士切换瑞士 那么它都会在这里头 都会把背景换掉 比如说这里头 换掉了 这是中国用户的背景 那么可以有瑞士的背景 可以有不同的背景 那么我们帮助我们的客户 能改变这些素材 那么让他们的上传的素材 能够快速地去 不用花大量的时间 往返在不同的国家的 这样的一个素材的更改上 通过一个AI的平台 就能做到一个一点的图片 一点的素材接入 可以全球很多国家发布 另外我们也建立了 一个投放的实时效果监控系统 来帮助我们的顾客客户 能够节省你的IoI 看到你的IoI的 其实的展现情况 另外呢 随着这个AR AR的兴起 那么如何在物理世界里头 构建起更多的3D的模型 来帮助可能我们是广告的用户 也许是教育的用户 也许是其他汽车行业的销售 他们需要很多的3D模型 那么华为也帮助我们的开发者 建立了一个3D模型的 3D模型的一个平台 那么任何人都可以 将我们的3D模型 上传到我们的平台里头来 那么我们帮助你来做3D的模型 并且把这个3D模型做出来之后 也可以放到我们市场里头来 那任何想要用到3D模型素材的人 那么可以直接从你这里头采购 或者是无偿使用 但是双方要有一定的协议 那么这样的一个3D内容平台 我们的目的是要降低 AR 微信放弃门栏 那么余总也说了 我们因为华为是 就是华为可能做一件事情的难度 在海外拓展的难度 可能会比其他公司都要难一些 那么我们尤其注重对隐私安全 以及各项合规的认证 那么我们在170个国家里头 除了余总介绍的GDPR 还有GAPP这样的隐私管理 这样的一个规范 我们必须遵从以外 每个国家的隐私政策 我们都必须遵从 那面对很多这样的国家区域 很多的开发者 那么要去每个国家都去尝试一遍 这都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我们也想把这些隐私 我们走过的路 我们蹚过的河 走过的桥 这些都拿出来贡献给 奉献给我们的开发者 也就是你们可以接入到 我们的隐私框架的平台里头 来做隐私的适配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帮助到开发者 不用每个地方 每个国家都要去花时间 去来认证 去来了解 那么 这个面向开发者的一个服务 我们今天要发布 那就是App Gallery的Connect服务 是通过我们和我们92万的注册开发者沟通 我们发现开发者的痛点是 从创意到开发 再到测试 再到要云服务器的资源 再到上架市场 再到我的应用表现 那么有分析服务 他们的痛点就是 他们想获得端到端周期性的服务 他们必须要在各个平台跳来跳去 那么今天我要发布的App Gallery Connect 就是帮助我们至今帮助我们注册成为 我们华为开发者的这91万个开发者 帮助你们来解决这样的痛点 我们从应用的创意到开发的各个环节 我们都提供了全周期的生命管理 全周期的服务 比如说我们应用开发者 我可不可以预约一些志愿者 来测试一下我的应用 那么华为是志愿者的用户群 这些用户群 他们非常的热心 愿意帮助我们各个App 那么测试完之后 那么我的用户群 又首发预约 那么 实验之后 到底用户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我们有用户的分析服务 那么我要怎么管理我的商品 管理我 哪些东西计费 哪些东西不计费 我们有产品管理平台 我们有计费平台 都可以为我们开发者所调用 更重要的 一些开发者说 我还需要云存储 还需要云主机 还需要很多的数据库服务 大家也知道 我们华为还有一个华为云部门 叫华为Cloud 他们负责建设这些基础设施云 我们消费者云 我们终端云 所有的服务器 所有的存储 都是由他们提供的 我们大概有3.5亿的用户群 跑在这样的一个云平台上 这样的云平台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我们也把华为云的能力 集成进了App Gallery Connect 换句话说 只要成为华为终端云的开发者 你就可以提供你可想要的资源 另外我们 开发者的创新 我们也在全球创新落实 比如说在我的右手边 大家耳熟能详的 就是我们和金融的机构部门 创新了碰一碰 就是有NFC的标签贴在墙上 大概成本很低 或者是放在柜台上 那么用手机直接一切数 你就可以完成支付服务 那么还有手机可以做成Pulse Pulse就可以不必是一个专用的设备 而是用手机可以直接做收银台 收银的Pulse机 另外卡你的银行卡 自动生成一个码 那么银行卡和码二合一 这是我们在金融创新工作室做的 我只是拿金融创新工作室 举个例子 那我们还有教育创新工作室 还有游戏创新工作室 我们甚至还有一些 新形态的设备的创新工作室 那么现在我们准备在全球 再新增八个创新工作室 你让我们的创新工作室 带着我们的智能终端 离我们的开发者更近一点 这样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和我们的开发者一起 来加速整个华为生态里的创新 让你们能够有更好 更好体验的服务 带给我们的消费者 那华为开发者联盟 92、91万个开发者 他们有一个平台为他们服务 就是统一的门户接入 统一的认证服务 统一的信息服务 统一的技术支持 统一的账户结算服务 余总在第一个刚讲到了 去年我们第一届开发者大会 那么宣布了一个药星计划 当时我们宣布的药星计划是 投资10亿人民币在中国 来帮助应用的创新 余总讲过了 创新的结果是非常的不错 有200多个应用创新 这里我讲的就是 有1500亿次 帮助我们这些创新应用进行曝光 那么面向未来 我们如何能帮助到开发者 第一个就是今天我们华为云的总裁 真眼来也到了现场 一定让我要说一下 就是华为云也要积极地加入到 华为生态 终端生态的打造之中 他们为我们华为 终端云的开发者 那么提供了非常优惠的服务 优惠的这个服务 那么终端云呢 我们现在我也看到 我们很多的合作伙伴 开发者将他们的应用 迁到了华为云上 我看到我们华为云 最近的增长 最近的增长增长得非常快 增长了300% 那么华为终端云 是全部在华为云上 那么华为终端云在华为云上 华为云和天际云 天际云也使用了华为终端云 两个云加在一起 这是真眼来告诉我的数据 那么在中国 是市场第二的份额 所以我们欢迎 我们各个开发者 在中国将你们的开发 将你们的应用 也可以迁移到华为云上 那么在海外 我们也是和华为云的合作 所以我们希望 华为云将来为我们开发者 带来更好的激励 更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除了华为云的加持以外 我们自己 华为终端云 华为终端的生态 我们怎么建设 那么要全面地升级 我们的药物性计划 因为以前的药物性计划 只针对中国 当时余总在 我们的第一届开发者生态大会上说 我们投资10亿人民币 建立开发者支持基金 建立药星基金 来支持我们的开发者的创新 今天我要在这里宣布 我们准备 投资10亿美金 10亿美金 来全面地支持 我们的开发者 建立起华为的生态系统 我们变向全球的开发者 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华为 终端 发展越来越好的时候 我们全球的开发者 能够在我10亿美金的加持之下 能够跟我们积极地创新 能够跟我们积极地建立 华为的生态 来一起迎接 全场景的智慧新生态 谢谢大家 女士们先生们 请让我们欢迎 华为消费者业务 首席战略官 邵阳先生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Mr. Shao Yang Chief Strategy Officer of Huawei Consumer Business Group 大家下午好 我觉得开到现在这个时候 大家可能已经感觉有点疲惫了 因为已经将近三个小时要过去了 过去三个小时是非常精彩的 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那我觉得我的这一趴 需要用更短的时间 把非常精彩的华为IoT 告诉大家 我们能帮大家做什么 我今天讲的课题是 Hilink加LiteOS加IoT芯片 让IoT开发简单高效 在座的很多人都是IoT的开发者 我看我们的这个分论坛预约中 智能家居的分论坛预约 一直排在最前面 所以我想这也是说明 大家对于华为的IoT非常期待 IoT这个概念 可能在所有概念统计里面 至少排在第二位 往往说第一是AI 第二就是IoT 这是业界非常热的概念 这是我们为什么 今天要讲这个概念 但不是因为它热 而是因为我们确实觉得 我们能做一些事情 在这个事情上 为什么产业到今天 我们IoT会变得越来越热呢 其实IoT的诞生 可能从99年就开始了 在99年的时候 微软说维纳斯计划 让数字家庭进入我们身边 那个时候就启动了IoT的一个萌芽 那这个发展过程 真的是非常漫长 20年过去了 我们家里有多少的设备 变成了IoT 我们的办公室 我们的车 又有多少设备变成了IoT 但是今天可能就是这个时候了 20年不能发生的事情 今天开始就要发生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和另外一条线交叠上了 就是手机 手机也很有意思 12年一变 88年做通话 然后到了83年做通话 到了95年呢 开始把短信 一些基本的信息服务做上去 到了2007年呢 智慧手机 智能手机出现 开始把我们的互联网加上去 大家都在说 又一个12年过去了 到了2019年了 我们的手机 还能帮大家做什么呢 其实帮助大家解决的问题呢 既是余总说的 全场景智慧化生活体验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它会真正的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已经存在的一个又一个小伙伴 复活到我们的数字世界中 这就是IoT 我们的家里 我们的车里 我们的办公 我们的运动 各种场所之下 它都将启动一个连上网 进入我们生活的过程 这是华为的全球全连接大数据预测 根据华为的全连接大数据预测呢 在2015年是45亿 这45亿基本上都是一些强设备 尤其是手机电脑这样的强设备 那十年以后呢 到2025年 它会变成1000亿 到2045年 它会变成10万亿 10万亿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平均我们地球上 每一个人身边 都会有一百个设备 连接在我们周围 讲错了 是1000个设备连接在我们周围 这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这些东西会是什么 怎么工作在我们周围 怎么让这一步发生 那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20年来 它一直没有发生 它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看到了最基本的 至少有四个困难 到目前为止 大家一直在苦恼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 首先要有一个 基本的可遵循的基础 这个基础往往把它叫做标准 或者把它叫做生态 或者把它叫做规范 而在过去的20年里面 冒出来的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太多了 而且至今仍然存在 做手机的会提出规范 做运营商的会提出规范 做渠道销售的会提出规范 房地产想家会提出规范 当然作为设备生产商 各家地产商也会提出自己的规范 在目前主流的 大概已经有20多个规范 都依然在工作 那作为一个ROT的制造商来说 对他来说 怎么在这堂杂的规范中 选择一种规范来开发自己的ROT产品呢 而且他即使选择了一种 他会遇上另一个问题 我们以一个标准的 31厅120平米为例 我们做了统计 那它里边涉及到的品类 比如说灯光啊 锁啊 空气啊 照明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加在一块 超过50个品类 那数量呢 超过150个 涉及的厂家和品牌呢 超过2000个 我们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家里 但是我们被无数的标准品牌 割裂 成为了不同的体验 每一个东西可能都能工作 但是这么多东西一块来工作 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一些麻烦 而且他们之间相互又不能打通 那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吗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问题 我们到底遵循什么样的标准和规范 来开发我们的IoT产品 IoT是什么 Internet of Things 就是事情连上网 这就是IoT 那连接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每一个做IoT的厂家 他必然要选择一种连接方式 把它连上网 不论是蓝牙还是WiFi 还是各种各样的技术 那把它连上网以后的表现怎么样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是非常艰难 惨不忍睹 因为大多数的设备 它不像手机一样 天生就是为连网而工作的 它的设计的一个基本要求 就是说是我不连网也能工作 而且我的没有大的屏幕 没有好的操控体验 它不一定能够很方便地连上网 我们拿了一个市场上非常优秀的IoT产品 来做了一个数据的 分析 这款产品的年销量是超过千万台的 那这样的一款产品 它肯定在这一千万台中 它都做了连接能力 但是传递到用户的手中的时候呢 已经有40%的人损失掉了 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设备具有连接能力 剩下的60%里面呢 知道它有连接能力 愿意用一个APP去下载一个APP 然后注册去激活的这个人 愿意做出这个举动的人呢 又损失掉了20% 然后激活了真正成功的 只剩下了20% 而这20%真正成功以后 还能持续使用的 我真的用这个东西来操纵我的窗帘 操纵我的灯光的人 就只剩下10%了 也就是说90%的人 在连接这一步上 已经逐步地被损耗掉了 那也就是我们90%的成本 已经被损耗掉了 那第三个呢就是操控 智能 所谓智能就是说 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操控方式 那现在的操控方式怎么样呢 现在操控方式实践 还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就以开窗帘这么一个事情 开窗帘如果是正常的操作 我应该走过去 把窗帘打开 那现在智能化的操作方式呢 是需要找到手机 拿起手机 解锁 打开APP 找到这个选项 然后选择打开窗帘 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可能听起来 还不算特别复杂 因为你想到 我坐在床上就能打开窗帘 可能还可以忍受 但是当你想到 这个只是一个窗帘 那我要记住 怎么通过哪个APP开窗帘 通过哪个APP来开灯 通过哪个APP来把我 另外一件事情给打开 那这个过程就会变得非常复杂了 所以对于家里的主力成员 我们说家里的主力成员是什么样的人 家里主力成员是六岁以下 六十岁以上的人 他们可能是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当我们有很多设备都在用自己的控制方式 来控制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意味着我们手机上有十几个 二十几个APP在同时为控制家居而使用 那这些APP能够存活下来 已经不容易了 更难的是这些APP就已经很难再被打通了 怎么让这个品牌的APP能够控制那个品牌的设备 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那我们为什么需要做到这一点呢 因为我们希望协同 我们希望打开门锁的这一刻 我的灯光就能打开 我希望我睡觉的时候 已经体温已经降下来了 我的心跳已经降下来了 我的手怀已经知道的时候 我的空调的温度能够升高 我希望的是很多的联动 但这些联动当它跨品牌的时候 就会很难发生 所以这就是控制体验带来的挑战 那最后一个挑战呢 我们觉得是成本的挑战 任何人做这个东西 他总是要有一个商业的回报的 那我们看到做智能家居 有三个基本的投入 第一个基本投入 就是你一定要增加你的硬件成本 最简单的 要增加一个连接的芯片 那在连接芯片基础上 你有可能会增加 你的计算能力的芯片 以及你的存储的芯片 我们按照百万级的出货量来统计 平均你至少要增加一到五美金 这是你的设备成本 同时呢 你要开发一个APP体验 你要去选择你的工程团队 去做这件事 那你的研发分本 至少要三十万美金 而你的APP一旦发出去 你就不能再停下来 你要持续地去运营 持续地要去租赁 带宽和空间 去维护这个产品 那它的维护成本 大概是十六万美金一年 这个就是你进入ROT这个时代 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那这个代价呢 从某种程度来说 也是不菲的一个代价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代价降低 这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讲了很多挑战 但是实际上牵引我们的 真正的那个东西是机遇 因为没有机遇的话 这些人挑战 没有人有精力去尝试 或者说找到办法去攻克 我们在这里呢 给大家提供的是三个工具 我们把它叫做三件套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Halink LiteOS 和ROT芯片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东西 让ROT的开发 变得简单高效 又进入了我们的技术框图了 这个框图不像前面的框图 那么复杂 但依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框图 我们从左边看呢 我们把这个分成了三块 就是Halink开放平台 LiteOS和ROT芯片 它实际上呢 是部署在四层设备上 第一层呢 就是它的端侧 我们任何一个ROT设备 也许是一个台灯 也许是一个风扇 它可以部署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ROT的芯片 第二个是Lite的OS 第三个是Halink的SDK 有了这三件套以后呢 它会进入ROT的世界呢 变得非常简单 我们这边提供了很多开放能力 大家可以选用 也可以不用 但是用的越多呢 我想对大家的开发会越有利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呢 是部署在边缘侧 我们把边缘侧 也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层 边缘侧是什么东西呢 很大程度上就是像路由器 这样的一些网关型的东西 它在这里面呢 可以形成这个路由器的很多插件 可以形成本地化的控制 然后再往上是什么层呢 是控制层 控制层别看画得很薄啊 这是很关键的一层 它就是我们常说的 一加八的设备 我们的手机 平板 电脑 眼镜 音箱 手表 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的一加八的九个设备 我们认为是非常有可能 最终控制这些ROT设备的设备 而这些设备呢 它也会提供很多开放能力 APP动态加载 一加八多端适配 以及这个GUI VR同步生成的这些技术 然后最上面是我们云的能力 刚才平安总也介绍了很多云的能力 那我们就不一一赘述了 所以通过这三个大包 部署在四层设备上 我们会使ROT的开发变得简单 但是这样说大家是没感觉的 我们来说第一个事 连接 这个 在连接的这个动画演示之前 我说一下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我们大多数设备是没有非常强大的 屏幕操控这些能力的 所以它本身上网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需要的是这个设备 当它进入你的家的时候 它能够迅速地被发现 以一个可靠的方式把它连上网 同时当它连上网以后 它要不仅能够被你的手机控制 它还要被你的其他端控制 就是你的电视机 你的车机 你的平板等等 音箱都可以控制 第三呢 这个设备上了网以后 它还可以要跟其他的设备互通 所以这个视频我们演示的 就是怎么来完成这三步 好 当一个空气进化器 手机靠近这个空气进化器 它就会自动发现 发现以后 这个不是人书的 是它自动填上去的 它自动地把你的家庭WiFi填上去 然后这个设备 你看就已经进入你的手机了 但同时 你的手机账号下 可能挂着其他的 一加八的设备 这些设备上都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控制界面 而与此同时 你的手机上可能还有很多 其他的控制设备 这些控制设备 可以跟刚才那个空气进化器 进行互通 联动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怎么能让连接变得简单 目前Hynink 已经为五千万用户 提供了极致的连接服务 我们刚才说 正常的连接服务 可能能连上网的 也就是百分之二十 但是我们认为 你将来养成一个习惯 有一个IoT设备 在你身边的时候 只要你用手机 当它没有连上网的时候 你用手机靠近它 这也是为了安全 你不要把隔壁家的设备 连上网了 你靠近它的时候 你就能发现这个设备 发现这个设备 一键实地就把它 接入了你的控制系统 与此同时 这个IoT设备是千奇百怪的 有大有小 有强有弱 有贵有便宜 它需要的技术 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提供的 主要是两大类的 方连接的技术 第一大类 是通讯类的连接技术 也就是说 你愿意选择WiFi 还是蓝牙 还是RFID 还是ZKB 不管是什么技术 我们现在经过这三年来的积累 都有非常方便的方式 能够让它自动地连上网 第二个呢 我们在过去的这些年 积累了100个左右的品类 真正的家庭品类 可能大概有200多个 但是我们已经积累了100多个 这100多个品类里边 我们把很多的组件 已经抽象出来了 举个例子 这如果是个台灯 它首先要有开和关 要有亮 然后逐步变暗 要冷光 要有暖白光 要有白光 然后要有定时 等于系列的组件 我们都已经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 这就是一个品类 那可能电饭宝是另外一个品类 空气计划机是另外一个品类 我们在这些品类里 已经形成了大量的丰富的组件 也就是说你开发这些设备的时候呢 你非常简单的 可以选择这些组件 来完成你对于这个设备的控制 那有了通讯技术和这个 和这个和这个 控制组件以后呢 就非常方便地帮助大家 生成一个强大的典型的RT产品 当这个产品生成了以后 它最后就会在我们华为的一个叫 智慧生活的APP里面 被展现出来 智慧生活APP是华为手机 每一台出厂手机都具备的一个APP 这个方便了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过去大家即使做了一个APP 怎么被大家下载下来 这是一个损耗率很高的事情 而华为出厂的手机里面 都有这个APP 在这个APP里面刚才通过 自动发现连接的每一台设备 它都出现在这里头 每个设备点击进去 这个第二个界面 就是点击进去的界面 都是有它的这种控制界面 刚才你设计的那些功能 在里面都有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服务 比如说这个设备 是一个有耗材的设备 像空气性挖器 它还会提供一个 这个进一步的运营服务界面 可以让你把这个后续的 持续生命周期服务跟上 包括将来你任何一个设备 你想去做家庭的家电维修 远程诊断 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做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设备 我们就可以使得 你家里的所有的家电 有可能在一个GUI之下工作 我们说的GUI叫Graphic UI 就是一个图形UI之下来工作 而这个图形UI 它绝不仅仅是一个手机的UI 刚才王伯也介绍了很多 这个UI它是一个一加八的UI 它可以工作在手机上 工作在你家的平板上 工作在我们明天要发布的智慧屏上 工作在你的车机上 工作在手表上 这样所有的设备 我们马上后续会看到一个开发流程 为什么一个设备 当它出现在这个控制界面上的时候 它就可以匹配多端呢 我们是有一系列的 这个自信模板来做这一点的 我们还有很多控制设备是没有图形的 我们把它叫做Voice UI 这种东西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是我们的耳机 可能是我们的音箱 这些设备它是需要通过语音来直接控制的 就像我开窗帘这么简单的一个举动 其实我不需要看 我只要说窗帘全打开 窗帘半开就可以了 好 那我这个来说一下 它是怎么来做到这一点的 实际上就是借助我们的这个智慧助手小义 来完成这一点 这个智慧助手小义里边 我可以添加技能 比如说我想添加一个回家的技能 我回家希望怎么样呢 我回家希望我的窗帘就可以打开 我希望我的扫地机开始工作 我希望我的香薰灯开始 这个为我制造一个好的氛围 那我就可以通过一个技能来配置 好 我说我增加一个技能 这在智能家居APP里面是有的 然后呢 我会选择我的举动 比如说在智能家居这个APP里面 我可以设置 设置了以后呢 我觉得这三样东西 我希望它工作到某种状态 设置完成 然后这个技能 就已经在你的 一加八的设备上 都已经被配置了 那这个时候 当你回到家的时候 你对你的音箱说 或者是对你的手表说 或者是对你的手机说 我回家了 窗帘就打开了 扫地机器人开始工作了 详细灯开始运作了 所以Voice UI 也会成为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体验 大家只要通过语音 就可以完成一个基本的控制 那刚才讲到Hilink Hilink是通过 我们的一个 一个协议化的东西 来让所有的设备通起来的 但是问题是 有很多设备已经在网上了 它并没有用这个协议 那怎么办 我们家里已经买了很多设备 这些设备号称 也是智能化的设备 但是它没有用这个协议 我们要找到一个 存量对接的方法 华为现在已经跟 主流的家电厂商 跟主流的运营商 跟主流的渠道厂商 他们实际上在过去的 这么多年里 一直在发展自己的 控制协议 那我们再进行一个 对接打通 我们有两种 对接打通方法 第一种对接打通方法 是它的云和我的云之间对接 也就是这个设备 只要走到它的云上了 它就可以通过 跟我的云的对接 让我们的控制端 来控制它 可以用我们的语音 来控制它 可以用我们 一加八的入口 来控制它 这个对它来说 非常方便 但这个事情 它可能还会带来 一些实验上的损耗 有可能长的话 会到两到三秒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还提供了一种 本地插件化的服务 这个也有很多的 合作伙伴在 给我们采用 就是它会把自己的 这个协议 做成一个插件 吸收到华为的路由器中 这个家里 只要部署了 华为的路由器 它就可以把这个设备 自动地连接上来 然后通过 华为的一加八入口 来进行控制 好 那我们刚才 讲到的很多东西 不论是连接 还是VUI 还是GUI 还是什么 我们都是为了 改善用户的体验 那我们的合作伙伴 也对这些体验 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他们就希望 能够获得这些东西 我们就需要给它 提供一个开发工具 开发平台 IDE的吸收环境 那我们在中间 这个柱子上 看到的是 我们现在的一些 IDE的吸收工具 这个里面 每一个都是非常强大的 比如说UI Plus 我马上会有个演示 它会让你的UI开发 变得非常简单 Voice Test 可以让你的语音技能 变得非常简单 然后这个Java的 这个IDE环境 可以让你的调测 变得非常简单 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不论是你在开发一个产品 还是在右侧 来部署一个产品 真正把它部署到云上去 都会变得非常简单 那我这里就 来说一下UI Plus UI Plus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 我们已经把很多 典型的家电品类 进行了组件化 但是一个家电 它有可能还是有 很丰富的延展力的 比如说电饭宝 有的15种模式 有的有25种模式 有一天有个人说 我要做100种模式 我们的通用组件 够不够用呢 不一定够用 这个时候它就需要去定制 而这个定制的过程 不能让它变得复杂 这就需要一个 在线的开发平台 如果正常的情况下 大家开发一个APP 是什么模式的 就是下面这个流程 大概有八部 交互设计 视觉设计 标注切图 UI开发 业务逻辑 APP调测 这样的一个过程 把APP开发出来 然后提交认证 然后在最终的去 这个上线部署 这是它的一个标准过程 那我们UI Plus 实际上是一个 外部化的开发页面 大家不需要编程 不需要干什么 只要在外部上 进行相应的设置 就可以完成 这样的一个界面 正常的一个界面呢 在过去是需要 五个开发工程师的 而现在一个开发工程师 就可以在这个 更短的时间完成 而且从这个认证上线的时间呢 因为它本身已经是 在这个外部界面上开发的了 所以它同时的认证 就变得非常简单 所以它可以从认证 从27天变得一天 那我们就做一个实例 一个Highlink的开发 我还是稍微解释一下 大家来看 我们现在开发的是 一个什么东西呢 开发的是一个空气净化器 空气净化器有很多 基本的标准的功能 比如说PM2.5检测 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但是我们想增加一个功能 这个空气净化器厂家 想创新 说我想做个夜灯的功能 那怎么把夜灯这个功能 加上去呢 因为这就需要用到 UI Plus 好 那大家看 选择空气净化器 然后信号 这就是已经具备的 通用组件 但是他说还不够 我想从照明里面 去找一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 我想做灯的那个东西 好 夜灯就加上去了 然后选择模块 这都是我们通用认证过的模块 对他来说呢 他实现这个编译 都是自动化执行的 他不需要程序员来进行 行 这个夜灯呢 就已经加上了 然后呢 这里边界面的每一个框 它都可以调 你愿意拉高拉高 愿意拉低拉低 愿意变颜色变颜色 你愿意变成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滑线式的 还是变成一个数字式的 都可以 这个就开始说 我手机做完了 要做电视机 要做音箱 我要去做手表 他都可以把这个 一套的东西给开发完 开发完以后呢 提交认证 泰尔实验室 会帮他做认证 然后一般来说 一天以后 如果他没有问题 符合我们的 基本的运作规范 安全性 他就可以上线了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从刚才这个过程中 大家可以看到呢 编程不再是一个 复杂的 coding的过程 它实际上就是 可视化的一个 配置过程 在这种可视化的 配置过程中呢 我们不仅是完成了 一个手机的配置 而且要完成 一加八 所有设备的配置 这个对大家来说 工作量并不大 但是对大家来说 便利性会变得非常大 一次开发 解决所有的问题 除了要提供 丰富的线上开发能力 我们还提供了 很多线下的 这个接触能力 大家很多 做ROT的伙伴 都很熟悉 我们在这个 华为板田基地的 方舟实验室 方舟实验室 全球最大的 线下ROT实验室 800多平米 它在过去的 八个月的时间里面 它已经开放了 八个专业的实验室 已经举办了 二十场专业的 行业交流论坛 我们让房地产商来说 他们需要一个 什么样的 家庭装修解决方案 我们让这个 渠道商来说 他们希望需要一个 什么样的 摆放陈列体 我们让这个 创新的家电厂商来说 他们的家电 可以以一个 什么样的 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工作 在这个平台里面 大家不仅可以 完成开发调测 而且可以完成 这个方案的 交流和继承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平台 我们也免费的 提供给 所有的合作伙伴 其实我 刚才说的 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是免费的 我们认为 这件事情 已经非常难了 如果让大家再来 花出很大的代价 来完成这件事 可能就会更难了 所以全部是用 这种方式 好 Halink 我们基本上就 介绍完了 那 Halink这个东西 是我们认为 家庭连接 发泄 控制 开发 等一系列过程 能够得到极大简化的 一个 一个非常好的 工具 那我们还有一些 其他的工具 能够帮助大家 我们说的第二个工具 是什么呢 是LiteOS LiteOS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帮助大家降低成本 帮助大家 简化开发 帮助大家提高 产品性能 ROT刚才说了 它的成本消耗 对于在座的 所有的开发者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东西 因为它毕竟是个 硬件的东西 而LiteOS是华为 在多年的 嵌入式系统开发基础上 构思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们已经服务了 那么多大型的 嵌入式设备 那我们面向 非常小型的 一个灯泡 一个门锁 甚至一个门铃 这样的小型的ROT设备 我们怎么能够提供一种 轻量化的OS 来做这件事 那七年之前 我们开始了这个过程 然后在2015年 我们把这个东西 做到了开源 到今天为止 华为的大量设备 以及行业的大量设备 都使用了这个ROT 这个OS 比如说 华为的穿戴设备 基本上用的都是LiteOS 华为的手机 在里边一些 简单的这种驱动 比如说我的指纹 我的什么 都用的是LiteOS 那在行业上来说 行业内大量的 比如说摄像头 用的都是华为LiteOS 我们的共享单车 用的是LiteOS 我们的这个电表 水表和这个煤气表 用的都是LiteOS 所以这样一个LiteOS 实际上经过这七年来的发展 我们认为已经成为了一个 非常优秀的替代 像Linux或者其他的一些 操作系统的OS 这是LiteOS的一个基本架构 它分成了三层 最下层是一个LiteOS的Curner 刚才余总也介绍了 LiteOS后续会合入鸿蒙OS 而LiteOS的Curner 将来也会和鸿蒙的微内核 进一步拉通 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体现了 微内核的基本思想 在构思这个LiteOS 那中间层是它的应用框架层 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 就是Maple Java Script的这个引擎 它会使得这个程序的开发 编译运行变得非常简单 上层的是它开放的API 用了这个LiteOS的东西 接我们的Harding SDK会非常方便 不接SDK 你接其他的任何应用 也会非常方便 因为这个API在过去的七年中 已经做了很多的丰富 那具体来说我们说Curner 为什么刚刚刚 余总在介绍鸿蒙的时候 在不停地强调是一个微内核呢 因为内核对于一个设备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LiteOS内核能做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刚才余总提到的最小数字 叫10KB 10KB的内核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你的CPU 可以选择更便宜的CPU 就可以完成相应的工作 你的耗电就会变得更小 比如说有些设备 它是需要通过电池供电的 典型的来说像智能门锁 它是电池供电的 当你的内核越大 你的耗电就越快 你的内核越小 你的电池工作时间就更长 还有一个呢 这个内核不仅是低成本 低功耗 而且它是实时性 它的实时性非常好 刚才王博也做了很多介绍 其实原理是类似的 那它能做到10的负三 四方的这个 它的这个实时性 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做一款摄像头 实际上这身边上 已经存在了一款 用LightOS摄像头 它的启动时间 是0.1毫秒 假错0.1秒 不好意思 0.1秒 然后这个摄像头 不像正常的 因为它是一个无线摄像头 它要考虑它的工作 它是遇到一个触发 才会去工作的 比如说有个报警机被触发了 它立刻就要工作 所以0.1秒 它就可以唤醒 然后它在正常情况下 它可以两节五号电池 工作六个月 这是非常优秀的一款 摄像头产品 那这个里边 给它注入很大能量的 就是红LightOS 以及它的这个Kernel 而另外一个LightOS 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它的开发框架 应用框架 这个Mipo Java的引擎 这个引擎呢 它具有非常丰富的能力库 而这个能力库呢 又是可选择的 可叠加的 你需要这个媒体的能力 你就调用媒体的能力 你需要音频的能力 就调用音频的能力 你需要安全的能力 你就调用安全的能力 你不需要的能力 你可以直接把它裁减掉 你不用让它存在在那 也节省你的空间和效率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它能做到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 开发程序的过程 它基本上是 我们嵌入式开发 是基本上分成五步的 就是我要编辑 我再要编译 然后要烧录 然后要重启 加载 但是对我们来说呢 我们就把它变成两步了 第一步呢 就是编辑代码 第二步就是加载运行 而它的这个烧录啊 重启啊 这些过程 直接可以取消掉 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动态可编辑的一个引擎 所以程序开发会变得非常快速 它不用编完成 做一大堆硬件工作 才能重新调试 它可以直接调试 好 那这个LiteOS实际上刚才说了 它因为具有很优秀的 本身就具有很优秀的能力 同时呢 我们希望它能够跟 刚才说的Hilink 以及马上要说的芯片 能够做一个紧闭的结合呢 所以我们找了很多模组厂家 来方便大家来完成这件事 就是把这三件套集成在一块 通过一个模组厂家来完成 然后提供给 希望做ROT开发的各种开发者 那现在来说 我们已经兼容了五家的ROT芯片 比如说海思啊 MTK啊 RealTech啊 这样的一些 我们便有二十多个 模组的这样的一个套件 比如说像这个爱联啊 博联啊 庆科啊 这些公司 它都在开发 从大到小 能力从强到弱 不同的这样的一些 三件套的套件 所以对一个ROT开发商来说 只要选择这个套件 开发工作会变得非常简单 而且竞争力 成本竞争力也非常强 那第三个要说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ROT的芯片 我们最近大家很多人都在说芯片 芯片现在是当前非常热的一个话题 我们也受到很多缺心之苦 那对于华为来说呢 我们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致力于芯片的开发 不论是网络侧的芯片 还是中端的芯片 还是ROT的芯片 华为的海思 我们叫小海思部门 它实际上已经广泛的为业界提供了 大量的媒体类和连接类的芯片 这里面提到的芯片 很多程度大家看到的不是用在华为手机 或者是华为的设备上的芯片 它更多是提供给合作伙伴的芯片 比如连接类的芯片呢 有WiFi的ROT的芯片 有NB ROT的芯片 有这个PRC ROT的芯片 还有蓝牙的芯片 还有4G 5G的芯片 其实你这些所有想做连接的厂家 在华为这边基本上都可以找到 需要的连接芯片 媒体类芯片呢 我们有面向camera的 网络监控的芯片 有面向电视机 这样的这个显示类芯片 有面向机顶盒这样的编辑码类芯片 还有很多芯片 那我们只是列举在这 比如说 我们说 现在占据到家庭主流连接的 就是WiFi 而WiFi 最需要的就是 一个是成本 一个是连接性能 一个是稳定性 连接速度 稳定性 那对于不同的场景呢 我们在今年年底将会推出三款芯片 它分别是1131L 1131H和1131S 1131L 它面向的是低功耗 如果你开发的这个设备 它将来有可能是通过电池供电的 我推荐你选择这款芯片 因为它的耗电会非常非常小 1131H 它面向的是连接的距离和能力 如果你将来考虑你家里的这个设备 可能会部署在家里的某一个拐角 阻隔非常多 需要好的连接性能 我推荐你这款芯片 那第三个1131S呢 它注重的是视频和速率 如果你将来开发的 比如是一些像摄像头 可视门铃 这样的一些需要比较高速的连接能力的 那就推荐这款芯片 所以我们会持续不断地去推出 在市场上这个有更好的性能 和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些芯片 帮助大家来在IoG的开发上呢 变得越来越方便 那这款芯片呢 就是我们说的显示类芯片的一个代表 我们把它叫做红弧 那红弧的811 明天在这个荣耀智慧屏的发布里面 就会给大家展现 但是这款芯片 并不是一款新推出的芯片 这款芯片是一款 已经在市面上大量应用的芯片 那在这个中国的四开市场上 50%的四开电视 用的都是红弧811 这是一款旗舰级的芯片 它有8开的Display 然后有非常好的变解码能力 有很好的画质能力 有很好的这个音频能力 所以这样一个能力呢 也为后续的荣耀智慧屏的推出呢 注入了很大的能量 而且已经为现在很多的电视机厂家 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好 那我们刚才其实把三件事 已经基本上说完了 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行业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行业 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行业 我们做这个行业里面 现在可能看起来是 最困难的一个东西 那就是要把所有的技术 连接 平台 开发 工具 这样的东西给功课 那功课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会助力 我们的合作伙伴 来在各自领域 开发出非常优秀的 IoT产品 那 华为在过去的三年里 随着我们哈林克的进展 我们已经对接了很多很多的厂家 我们已经发展了 一百个品类 超过一百个品类 超过五百个合作伙伴 就是每一个公司 算一个合作伙伴吧 五百多个家电商 然后一千多款这个爆款的 非常优秀的SKU 但是我们还是受到了很多抱怨 大家说 你们给我们提供的技术能力 还是这个慢了 我们现在希望有人 立刻能够跟你对接 你的对接通道不够开 我们受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 这个期待 这种期待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这要说明大家非常希望 跟我们来对接和合作 那我们怎么去丰富这个能力呢 我们现在推出了一个叫IDH的机制 就是Adependent Design House 比如说像爱莲 博莲 庆科 高桑达 欧志通 都是我们现在经过认证的IDH 找华为和找这些IDH 其实是已经经过平台的一个打磨 已经差不多了 那如果你有新的一些概念 想去探讨 我觉得华为会提供更好的帮助 如果是这个很多的开发者 都想做这个东西 那我们通过这些IDH 他们也很娴熟地掌握了 华为的这些三千套的能力 特性定义的能力 认证的能力 运营部署的能力 所以找他们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看到左边是100个品类 500个伙伴 1000多个SKU 那我们希望在四年以后 我们有200个品类 就是涵盖所有的品类 5000个伙伴 10万个SKU 这样才能保证 我们身边所有的设备 都是让大家能够方便访问 使用的RT设备 在这里是我们的联系方式 Hunlink是在我们华为的 开发者联盟的网站上 然后LiteOS也是在我们 开发者联盟的网站上 然后海思是通过我们的官网 来进行联系 欢迎大家有任何需要 都去找他们 最后我就想 还是持续地说我们这三句话 第一 华为致力于Hunlink生态平台的建设 第二 我们做产业的赋能者 不做行业的掠夺者 第三 助力合作伙伴 成为全球RT行业的领先者 谢谢大家 女士们先生们 请让我们欢迎 华为芯片和硬件战略 Fellow 艾伟先生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Mr. Ai Wei Fellow of Huawei Chipset and Hardware Technology Strategy 诸位 让这个世界变得丰富多彩 与众不同的开发者们 大家下午好 我们希望麒麟芯片 能够改变这个社会 能对更多的开发者 带来价值 因为没有你们的创造力 我们的技术 是不可以让最终消费者 看到价值的 但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 快速迭代 快速学习的社会里 我们每一次新的应用升级 都会看到 我们要组合更多的新的技术 我们称之为 创新技术集群 那么在我们当前 属于的四级阶段 基于APP的应用 已经可以广泛调用 我们的芯片能力 包括各种图像识别 语音识别 生物识别 安全支付 环境感知等等 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技术 需要更多的组合进来 才能让我们 为最终消费者 带来更大的价值呢 那我们认为 在5G时代 当我们把所有的技术 变得原子化 重新解构之后 刚才王博提到的 软总线技术 是一个非常棒的想法 那么它可以让我们的能力 我们所组合的技术能力 超脱物理设备的边界 而扩展开 所以我们进一步地感觉到 今天我们又占到了一次 时代大变换 大升级的前夜 那么有这样的技术 又是什么样的平台 可以帮助开发者 快速上量 快速获得收益呢 那么以前我知道 很多开发者的版本 首版本发布 是在苹果上 那么随着华为 多年的持续增长 尤其是在现在 智能手机 大势下滑的情况下 我们已经连续多年 在中国市场第一 而且刚才一种谈到了 全球稳居第二 如果不是这次贸易战 我们可能 已经不是这个位置了 那么这个平台给消费者 一个新的感觉 就是有机会在这个平台上 获得最新的应用吗 反过来对我们的应用 开发者来说 我们如果想拿出 最好的技术组合来 那么我又在什么平台上 可以让这个技术组合 和用户体验 接触到最广的客户 我们认为新的应用 从华为开始 对于我们应用开发者的 投入产出 快速获得收益来说 是合适的 那么 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新应用 说老实话 我不知道 我们知道前几年 在世纪的时候 我们说中国有新四大发明 除了高铁不在我们这个行业内 其他的都在我们行业 我们的移动支付 网购 共享单车 其实这两年又冒出了短视频 也是风靡全球的 那么这么快的 一些新的应用 转到头部的热门应用之后 那我们说到5G的时候 我们能提供什么 水平的扩展 刚才的软种线 如果我们水平扩展开 那我们可以扩展到 各种各样的 我们身边的外设 包括ARVR眼镜 包括未来的自动驾驶 车机 还有垂直扩展的可能性 利用5G的大带宽和低视眼 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连接到 云端的最强算力 包括云游戏 我们的强大的 服务器级别的GPU的渲染能力 包括云上的超级大脑 可能是汇聚整个人类社会的知识图谱 和深度的环境 复杂环境和语意理解的人工智能 跟我们的终端来互补 我知道未来会有一些新的事情发生 而且我们已经为它准备好了关键要素 那么谁是下一个头部热门应用 我猜想会在今天的这个场子里 我们能做到的事情 从当下 就是更多地把我们最底层的技术 领先的技术开放出来 赋能我们的开发者 它包括我们的多媒体的融合能力 我们的融合感知的能力 以及AI的计算能力 视觉是我们认识世界 理解世界的最核心的一个渠道 那么从我们华为手机 支持的更多的摄像头 不同的焦段 以及深度传感器 我们可以看见人眼看不到的信息 包括红外 基于红外的深度信息 我们可以看清楚 人眼看不清楚的细节 包括长焦 包括暗光 包括宽动态 包括高帧率的慢动作 那么基于这些 人眼难以获得的信息之后 我们有机会看懂 看得比人更清楚 更懂这个世界吗 包括怎么懂手机的用户 手机的主人 怎么懂环境 怎么懂手机本身的状态 所以这是我们整个开放能力的一个最终目标 首先看我们的拍照能力 我们看得很清楚 如果不同的SDR的情况下 在逆光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刚才看到了不同的暗光情况下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还有长焦的能力 慢动作的能力 等等 那么我们很自豪 我们华为手机在拍照能力上领先业界 但是又很抱歉 这些能力并没有全部开放给我们的合作伙伴 导致有些应用 在应用内打开相机的时候 其实是看不清楚的 昨天我来到这个场子的时候 我试着到楼上走了一下 我没到山顶上去 只在山腰上 我已经发现 以我的眼力 不介入P30手机的摄像头 我已经看不到台上的人了 那么同样 如何在应用内 当我操作摄像头的时候 在各种光线的情况下 复杂情况下 都能让客户满意呢 而不需要通过华为拍照转换一下 给客户多增加了一次动作 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要做的 是我们以前没做好的事情 AR的业务方形为I AR的能力 我们在识别人本身 提供更多的表情机 提供更多的人体知识 甚至包括支持深度识别的 手势识别 以及对于环境的感知 跟踪能力 所有这些能力 经过我们的努力 基本上我们给开发者开放出来的 要已经超过了苹果 ARCAT的能力了 这是一个可以用到的 多媒体的编辑码能力 它是用来适应我们整个 无线网络的变化的 无线网络不可能 永远都是那么稳定 所以在编码上面 我们怎么能够用尽量小的码率 实现尽量好的画质 更高的分辨率 更宽的动态范围 更高的亮度 或者在解码的时候 能实现更低的食言 以及将超分的能力 跟它结合起来 用一个接收到的低画质 呈现成一个 显示出一个高画质出来 所以自动地将我现有的编辑码能力 跟我的网络能力结合起来 这部分也是我们希望帮助到开发者的 大家看到这几幅图案 很多图案美好的瞬间 骚纵即失 如果我们在应用中 客户想要分享 客户想要玩一些什么东西 一次没搞定 因为我们不是说我们能力不够 是因为我们这个能力调用 开放度不够 那还是很让人遗憾的 我们希望帮助应用拍发者 在任何情况下 能给用户一个 比较稳定的体验输出 而不是在实验室拍得都挺好 一出去到外界 就常常会拍得拍不清楚 或者说是分享出来的效果 不尽如人意 这是我们可以做的 所以我们把这些能力组合起来 从最前端的sensor 到我们的ISG的多个pipeline 我们可以灵活地组合 不同的摄像头 比如说主色和长焦 我们的画中画 再加上深度信息 或者是广角又看得见 长焦又看得清等等 再加上我们的AR的能力 可以在我们摄像头 捕捉的同时实现 对于人脸 人体 动作 环境的识别和感知 然后用这些信息 来支撑我们更广泛的人工智能的 这种想象力 所以我们会开放我们的AR引擎 我们的HIGH AI的引擎 我们的VideoCat和CameraCat 明后天在松山湖 我们会看到一些具体的东西 给大家我们详细的讨论 除了刚才说到这些传感器能力 还有一个对于当下的能力感知 手机如何知道 我处在什么位置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我需要什么样的服务 当我们的SensorHub 集成各种各样的传感器 在低功耗 低实验的情况下 可以Always on的时候 我们怎么把这个能力给到应用 当用户使用唤醒应用的时候 我应用就已经能够 及时准备好自己 识别人 人的情绪 人的状态 识别环境 这件事也有很大的想象力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华为钱包 现在我已经不带那个包了 那个物理的钱包了 但是华为钱包里面 放了这么多卡 包括公交卡 门禁卡 公卡 身份证 银行卡 我发现当我刷的时候 它还是像普通钱包一样 我得先里头把那个卡挑出来 而做不到 它能够基于我的环境场景 自动地把我最可能用的卡 先提出来 所以它太像物理钱包了 它的智能化含有空间 而这个空间就取决于 我们的融合感知能力 也许你们还能想象出 更多的场景 需要这个能力 如果我们再把其他的外设 融合在一起 也许我们对这个环境的理解 会更加多一些 把信息收集进来之后 怎么用 这就像我们人一样 可能大家的感官能力差不多 但是最终的智力 或者是视角不一样 可能有些人看得格局大一些 有的人看细节多一点 有些人可能偏重逻辑 有些人偏重艺术 那么所有这些能力 需要在终端上开放出来 今天说到端策人工智能 好像是理所应当的 它当然应该这样 因为传感器在手机上 因为手机的数据 在本地处理 隐私保护好 但是可能大家还记得 仅仅是两年前 甚至不到两年 2017年的9月2号 雨总在柏林的一发展上 正式发布我们的麒麟970 在此之前 人工智能还是高高在上的 数据中心的东西 那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不到两年的时间 已经发现了如此之多的人工智能应用 它会帮助人拍照了 它会帮助人画画了 它会帮助五婴不全的人 唱出好的卡楼克了 它可以下围棋了 它可以帮助聋哑儿童 看书实字了 甚至我们跟上海音乐学院 还在合作 它可以直接手机 看着一个唐朝的古曲谱 来直接把那个时代的古曲 能够播放出来了 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们现在合作伙伴 已经有了两千多个 基于华为的 Mobile AI 的应用 有三万多个开发者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一起创造了一个新的未来 端程 AI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成本 因为随着华为手机的快速上量 集成人工智能 NPO 的手机 已经是数亿步了 那么这些算力 对于所有开发者来说 是免费获得的 我们并不需要在自己的 买更昂贵的服务器 来通过网络帮助客户来做这个操作 所以这些方面都是机会 但是挑战非常大 手机永远是尺寸和功耗 电池受限的 所以我们的算力的增长 始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是随着我们场景的复杂化 随着人工智能的越来越多的算法组合 想达到更多的效果 我们总是需要更高的算力 在现有的物理和电池约束下 上个月 我们将最新的达芬基架构的NPU 规模装载到了我们的麒麟810上 而且现在已经开始销售了 那么它的好处是什么 我们要解决在一个很小范围空间内 很低能耗下 要实现一个很高的算力输出 那么在核心的NPU架构上 就是最右边这个 3D的矩阵 那么当我们解一个3D的矩阵运算的时候 它可以同时A和密数据 同时输出到所有的层上 一个时钟周期内把它解下来 那这样的话 那确实我们的能耗很低 因为它处理的速度太快了 那么传统的基于GPU和NPU 就是这边这个 那么因为它是一维的运算 所以它处理它要一条一行一列的去处理 基本上它处理的时钟周期 要是相对来说是平方的关系 那么基于新的算力 新的架构 我们实现了什么样的性能 那么这里我们显示了 主流的手机上用的网络的测试结果 那么我们的对标对象是骁龙85 它在主流上面的性能以及能效比 都数倍于领先我们的友商 大家不要忘了 这是我们的八系列的芯片 它的出货量 它覆盖的机型 会远远的比九系列还要多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能够让我们的开发者 基于更高的算力来做开发 同时又有更多的量 能产生回报 我们摘了一个片段 是做一个复杂AI场景的benchmark 这样跑分跑出来的 跑分的结果在这里 大家可以随时在网络上 也可以查到这一点 我就把它过掉了 所以这样这些组合之后 我们新的NPO架构 可以提供更多的算子 我们的high AI2.0 可以支持到240多个算子 我们支持所有的主流框架 我们可以支持复杂的算法组合 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 那么完成时间的长短 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 怎么回事 需要等一下还是 要不中共还能帮我放一下吗 什么老师跳啊 好 我们需要在视频的每一帧里 做图像的鱼 有分割 头发 皮肤 衣服 附属物和环境 谢谢大家的掌声 因为这个应用的开发者 也在我们现场 他应该是在我的左手边 我不知道是不是能打上我 是的 当我们在 由图像 抠一个图 到在一个视频里 同时识别多个对象 能够同时支持 复杂的语义分割 而且是每一帧上 都要做处理的时候 这个非常难 但是这个想象空间很大 未来普通人 能用手机 拍出好莱坞大片的特效 这个能力 是谁赋予的 这个能力一定是开发者赋予的 在我们的应用里头 自带了这个能力 而你们能够帮我们 把所有的算力 都给呈现给开发者 刚才我们解决了算力的问题 那么剩下的问题 是一个我们之间共同的事情 就是开发难度的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 如果说一个简单的AI 程序 也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我们提供了 AI的Foundation的功能 提供了Studio的脱拽的方式 目前30多个算子 可以直接实现脱拽机的开发 就像教小孩子玩 得高机器人一样 那么有些能力 非常强的合作伙伴 他有能力去训练 一个复杂的模型 但这个模型尺寸太大 在手机里用不上怎么办 所以我们也提供了 自动化的调优工具 能够在精度损失1%以内 大幅度地压缩 我们的这个模型的尺寸和带宽 自动化的叙述化 就像我们把大象塞到冰箱里 打开门 把大象塞进去 关住门 那么塞进去和关门的动作 就是自动化的 还有一些客户 他有多年的人工智能的积累 那么他建立的是自有的框架 那么在以前 我们的HIGH AI 只支持主流的框架 比如像Tensflow 咖啡这样子的 那么客户的私有框架 需要经过一次离线转换 才能运行 那么这次我们的HIGH AI Foundation 直接提供API的调用 用户的私有框架 就可以直接调用我们的API 实时地部署在我们的设备上 那么多个算子在一起 哪些算子是可以NPO支持的 哪些新的算子 可能暂时还是要CPU跑 像这件事情 我们也用自动化的图分割 把它区分开来 不用我们来手工做调试了 那么未来我们会把平台的能力 再做上去 因为用户也会不断地 去做更多的算子 我们的NPO支持的算子能力 也会越来越强 那是不是每一次都要重新调整 那我们提供这样的开发工具包 可以自动化地 将原来不支持的 就NPO不支持的算子 当我支持的时候 它会自动化地重新解析 放到NPO上运行 我不支持地放在GPU上运行 像这个图上的 那么带颜色点的 那我们先布在NPO上 等我能支持的时候 它会自动化的 运行下去 那么用户自己 二次开发是有算子怎么做 那么原来是非常复杂 需要海思的工程师 跟开发者一起做深度的配合 效率是比较低的 那么下一步 我们在IT提供IDE的平台 用户可以直接基于 Person的DSR语言 来开发你们的算子 基于我们的IDE直接部署就可以了 那么把一个算法模型 全部都走通之后 还是发现 可能不够我们的这个 食言的约束 或者不够功耗的约束 比如像刚才说的视频 它就是个强约束 这种情况下 我们提供在线的调优工具 可以让开发者看到 我们的每一个环节 所占用的时间 来有助于你们做优化 那未来我们提供 更智能的网络搜索工具包 那么有些优化 是因为我们的网络拓普 不合理决定的 那么怎么能够把它变成一个 在NPO上更快运行的网络拓普 给出这样的建议来 那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工具包上 会提供这样的能力 刚才谈到的 我们有未来的想象空间 我们有今天的能力 有你们的创意 还有我们共同的 从芯片到我的芯片开放平台 和你们的开发流程一起的 效率优化的合作机制 我们希望未来 在麒麟的整个的创新 新技术群里边 能够全力助力我们的开发者 做出符合你们理想的创意出来 那么包括 左边的我们的硬件的支持 更高性能的易钩处理器 我们的多媒体能力 我们的三车Hub的传感器聚合能力 我们的通信能力 包括5G 也包括右边的各种开发工具包 基于AI的算法的 开发环境的 以及工具链 开发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事情 回报 其实也越来越难 因为人口红利不像以前了 智能手机的渗透率 已经很高了 我们看到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红利 就是用户的时间红利 今天虽然每个人用手机的时间 已经挺长的了 再长可能会跟家庭关系 或者社会习俗发生冲突了 但是当我们能够摆脱手机亮屏的这个约束 当我们能够把更多的能力 跟我们刚才周边的IoT结合起来 我们是否仍然有机会 形成一个全天候服务客户的可能性呢 甚至我们刚才王波的那个demo 实际上是视频通话对方的手机 共享了无人机的摄像头视角 我们这边还是通过 只是一个视频通话而已 未来透过5G的 大外宽 低时延和安全的连接 是否由我们的手机 就已经可以直接共享 远处的能力 超脱我们感官边界之外的能力呢 刚才少阳总也谈到了IoT 未来的几百种 未来每个人周围的几十种设备 能否全天候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呢 所以这部分我们仍然具有 巨大的时间红利 所以回到客户价值来 麒麟创新有料 华为终端有量 最终客户的时间给谁 就看你们的了 非常感谢基于你们的创意 把我们的技术 给客户传递了更多的价值 支持你们的成功 是麒麟的荣幸 谢谢 女士们先生们 感谢各位今天历临现场 华为开发者大会主题演讲环节 到此结束 我们明天再见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Huawei Developer Conference is ending now Ebbs T